嗨 現場我們有我們的唐振偉 有我們的余舟銘老師 還有我們的黃老師 還有今天要演講的這個學長姐 那今天我相信大家到這裡來 都是關心我們的社會 怎麼樣會變得更好的一群 正面的力量在這裡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在談這樣的一個 重要的議題的時候 來這裡的每個人心裡都充滿了熱情 那很高興今天我們很多的 會令其他現場來要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我想一開始因為是有效果會來主辦這樣的活動 能夠讓更多的善的知識可以分享出去 所以一開始我就先邀請我們校服理事長 劉淑偉理事長來幫大家講一句話 謝謝 謝謝錢秋 黃正偉 黃老師 學生還有最尊敬的余舟銘老師 還有最親愛的各位學長姐大家下午好 好 我是劉淑偉 代表鄭大利編校會 歡迎大家今天的議題 我們今天論壇的主題就是 社會企業的啟動創新 那社會企業呢 其實講的就是我們企業 如何透過發掘社會的問題 然後移出解決方案 接受我們商業活動 它不只是說可以協助別人的地方 它其實也是我們在商業裡面 用重要的商業策略 我們希望透過今天的分享跟討論 能夠讓大家更多人了解這個議題 希望為了更多人關注這個議題 之前的火器能夠有機會 也投入我們社會創新的這樣子的角色 好 那在此我也順帶來做一個宣傳 我們下午這個活動 今年是適逢我們這大約20周年 我們其實已經舉辦一個系列的 微型系列的活動 在接下來我們還有三場的這個大師產做的活動 然後在9月8號呢 我們有個感恩晚宴 也請各位學長姐 其實一定要把時間保留下來 並且要邀請我們同屆同班的學長姐 就會好好一起來做一個 我們靠屆同學會的一個聚會 好 那今天的活動能夠順利進行 我們真的要特別感謝我們的黃政偉 還有黃老師在百合之中 能夠實聲安排下來 今天給我們知道 也要非常謝謝就是我們的 許學長的分享 還有我們下午會的工作團隊 在尤其是我們的健全堂 王林 簡秋 朔霞 宇娟 衛美 還有熱情我們的工作團隊 跟大家合作一首好嗎 好 謝謝你們 當然也要非常感謝各位同屆的參與 愛與傳承 由你才完美 現在請各位 是不是跟我一起用最熱烈的掌聲 我們歡迎我們旁委員出場 來 掌聲 謝謝 一開始本來沒有要職責 因為主管單位希望我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我們下個星期五 我們會在社會創新電的四年期會議上面 應該是會合定一個社會創新的行動方案 那這個行動方案是一個四年期的方案 然後是接續著之前文明老師的社會企業行動方案 本來是一個四年期的行動方案 那這個方案跟上個方案可以說是一個 重新企業後的關係 那這個關係大概可以從我們方案簡報的 這個基本的發展背景來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所以我大概花兩分鐘左右的時間去講一下說 我們現在這個社會創新的行動方案 它是怎麼樣奠基在本來社企業行動方案的基礎上 然後社會企業在這樣子一個社創新的方案裡面 扮演怎麼一個角色 我們在之前社會企業行動方案的之前的那四年 那其實最大的一個挑戰就是把社會企業這個概念讓大家知道 因為這個概念它是同時融合了它的企業營運的部分 然後跟社會使命的部分 那所以呢我常常就好像那個亞洲西谷那個方案 我加入的時候就重建加了一個店嘛 把它變成亞洲連接西谷 因為不然的話大家都會覺得說是我們在亞洲要抄一個西谷嘛 還是要把西谷搬到亞洲呢 都不是這樣子 我們那個方案要做的事情是讓亞洲的力量跟西洲的力量能夠有所接的 那所以通常到社會企業 它也不是說企業忽然之間都要變成非營運 所以這個會要變成公益為使命就來不太可能 也不是所有的這個NPO忽然之間都要長出一個商業模式 這個大概也不太可能 而是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透過以解決社會問題為目的為使命 然後又有一定程度商業模式的社會企業 來連結社會的公益力量跟企業的力量 因為在此之前我們想到企業聯合資的時候 很多時候其實它想的可能是比較一種 像是拔河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其實就是說這個狀況 就是政府呢是在中間 然後這個又要這個就是私務門嘛 然後要賺錢嘛 那賺錢的過程裡面可能會造成一些不利的外屋型 然後所以就會有可能社會團體環保團體之類的 在另外一邊去創造公益的價值 然後政府就越來越得利 因為兩邊都越來越大 政府越來越小 所以在中間就這個 繩子就讓它越來越來披 那所以我們這個身為政府 我們現在想要做的事情是說 我們就是透過這樣子一個觀念來轉換 然後去想說 我們是不是 大家的事情就是大家可以解決 那政府不要作為一個仲裁 是被夾在中間的角色 還是我們做一個創新的空間 然後問出 好 雖然大家有不同的疫情 但是我們一些共同的價值 如果有這些共同的價值的話 我們能不能夠再透過這些共同的價值 找到一些對大家都好的解決方案 那這些共同的價值其實也不是只有台灣在做 我們知道從2015年開始 聯合國就在國際社群裡面去推行一種新的普世宗教 就是這樣做永續發展目標 在接下來15年裡面 大家就是 因著這17個共同的價值 然後他們把它做成說 你在做中間任何一個體驗的時候 都只對另外16個體驗 只會要換出而不會換出 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這個就是實現了 我們剛才講的 就是同時 永續發展經濟 發展社會 跟發展環境的這些 17個永續發展的目標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社群方案 跟之前17個方案 大概有三個比較大的部分 一個是說 我們就把我們要推動的這個共同價值 就明確地寫說 在接下來4年裡面 就是聯合國就發展目標 就是這17個價值 那第二個是說 我們在一起找尋解決方法的過程裡面 我們除了本來的這個價值的培育之外 我們也更希望說 即使你現在不是一個社會的企業 還不是一個企業的一個實體 而是只是有一些社會創新的想法的時候 那這個想法 我們也希望你們能夠進入這個生態系裡面 然後去認識相關的分育率組織 相關的傳統的營利企業 不管是做CSR的朋友 然後分育率組織 有一些商業行為的朋友 大家都可以一起來 把這個社會創新去發援的廣告 而不是只是局限在說 好像社會創新一出現的時候 馬上就一定要把商業化 但是當然它最後要永續經營 還是主要商業化 所以我們在社創方案裡面 另外一個重點 除了價值的培育之外 那就是所謂的國際的連結 那這個就是 比方說我們今年五月 就辦了明月亞洲 就是所有的社會企業 在亞太地區的一個高峰會 那我們會繼續去跟外國 尤其是國際組織 私人MGOS合作 去把台灣所有這邊的社會創新 如果能夠規模化的話 它不一定到最後 是在台灣是社會企業 它很可能是在其他地方 那我們解決了我們自己的社會問題 在別的地方規模化 或者反過來講 別的地方出現社會創新 他們來台灣把它規模化 這兩個情況 都是接下來我們 所謂的 實力外交的一個主要的想法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三個新的部分 一個是說 一個明確的觀光價值 就是聯合國區塊的目標 然後第二個是說 所有先起的社會創新 它不一定能夠成為社會企業 但是究竟那邊 所有的組織型態 發生正向的連結 所謂生態企業的觀念 那第三個觀念 就是說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去結合所有 在處理類似社會問題的 社會上的其他的國家 其他的地區的朋友 讓他們一起努力 去做跨國門的結合 那這個本身也是一個 去發展的目標 就是歷史奇想 就是為了促進目標的發展連結 那所以大概就是 跟你們大概講一個 Final Pad Level Overview 當然在這裡面 社會企業 就是已經認明了 它的Purpose 然後也找到了一個 Business Point 這部分還是非常重要 我們還是會繼續推動 大家還是放在一個 大家的社會上 現在先開始的面對到 以上的謝謝你們 謝謝唐政偉 因為今天 剛剛忘了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定二文科斯的王淺秋 那之前也在唐政偉 我們這邊很多EMBA學長姐 現在正偉的頒獎之下 我們有一個社企的搬影 那其實現場的王老師也是 我們莊府基金會顧問 就是社會很多的指導 其實很多企業在做CSR的時候 都有很多很多的 不知道政府希望的目標是什麼 剛剛唐政偉說得很清楚 其實也是因為我們前一次 中央企業處的委員會的開會之後 就發現說 其實政府有一些的轉換的目標 希望把整個對於社會企業 還有新創產業的福祉 是可以往更高的層級去發展 往行政院或是在中央企業處 那所以大家一直很希望 能夠多了解這一塊嗎 那當政偉說了一些輪廓 尤其後面我們在分享的示範的時候 有更多去瞭解 在從事相關的CSR 或者是社會企業本身在努力的時候 也可以跟政偉多多討論 到底接下來政府希望在 整個角色的代言上面 讓我們的社會企業更多 或者是新創產業更往前走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立刻 先來邀請我們的安國永續發展部分公司的 董事總經理黃聖忠博士 有薩波老師的課要舉手 哎呀好棒耶 因為我那時候在選課的時候 本來想說 我那時候做的業務不要是賺錢的嘛 我心想說 我來研研學賺錢就好耶 修CSR 結果想不到我後來就被調部門去做CSR 可惜沒薩波老師的課 還好還是後來會讓很多老師的指導 我們現在馬上邀請我們的黃博士 謝謝老師 呃 理事長 支持人陳秋 還有鄭偉跟余老師 還有各位同學大家午安 午安 好啊 很高興我這個怎麼樣 就是用這邊要嗎 好 很高興我這個機會 來今天跟各位做這個社會企業 社會創新的分享 那我聽了很多鄭偉的這個報告也好 連結還好 向來都是very precisely 一秒鐘也不會增加 非常精準的控制這個訊息 所以為什麼現在所有的 包括蔡總總 我非常喜歡安復 這個那個 黃正文的那個簡報 因為那個訊息都傳遞得非常的清楚 那剛剛請就講說他沒學我些啥的課 所以一人夜就要來懺悔 終究還是會扯上關係 所以呢 聽說下學期的課沒有開場 意思就是人數不夠 所以呢 以後請大家還是可以來考慮一下 那我非常的感動就是說 理事長 當初那個Stanley他們來提說 我們政大演員會要舉辦這樣的一個論壇 那我覺得是意義非凡 所以我今天特別要跟大家做這個報告跟說明呢 主要是要跟各位解釋一下 那將來的商業模式跟過去的商業模式 如果我們從社會企業社會創新的這個角度 來搭配資本主義走到今天 就是我們過去的線性經濟跟將來的循環經濟 之間的一個差別來檢驗我們的商業模式 那政大演員畢業當然我們不能這麼講說 學長姐都是窮到只剩下錢 但是各位手上的錢 畢竟是不少 所以呢 能夠有機會這個時候 開始像左夫啦 哲憂啦 當然我們政大現在開始也有很好的社會企業創業家 加入我們政大 這樣的一個研別 或者是這個創業班的這個平台 那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因為這裡面有可能會是20年後的過代名 30年後的世界各個不同產業的巨擘 因為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 我們不希望我們是死路一條 剛剛請就講說其實我們今天看到 還有政大也提到了 今天其實社會的問題是非常多 當每次我覺得說 我們這個社會企業社會創新 又要有一點契機的時候 就來個連個幾次的分屍案 這些人可能就是我們周遭的人 可能是我們自己家人 那因為我太太就說 哎喲 會不會是你啊 啊 所以社會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然後前一陣子 恢復庫公布了連續36年 國人死亡病例 癌症中流有半年 100位仍然接近30位 所以我們可以很確定 按照這種發展的情況下去 我們的社會絕對不會是安居樂業 那我們來驗別 不是就是要學更好的機會 更大賺錢的可能性 有沒有什麼新的投資機會 都是希望代代傳承 看到有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但是基本上事與原為 非常的嚴重 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2007年到2018年 世界經濟論壇所公布的全球風險 藍色是跟傳統經濟有關係 也就是說我們在真大驗別 這個平台商業會碰頭的學長姐 大家都會有一個共同的信息 我很會做生意 所以藍色是世界經濟風險 綠色是世界環境風險 紅色是社會風險 紫色是科技風險 我把前五大風險上半部是發生的可能 下半部是一旦發生以後造成的衝擊大小 各位用二次衰退的2010年 如果作為一個界限的話 10年以前各位看世界前五大的風險 不管從可能性跟衝擊的大小 藍色也就是各位很專門的 很會做生意 是世界很大的風險 10年以後到現在過去這七八年 各位可以看 環境風險占世界前五大的風險 比例越來越高 社會風險排到世界最重要的風險 比例越來越高 所以我跟很多的企業家我也沒在怕 你以前很會做生意 不代表你以後很會做生意 因為今天我們開始要看 一個商業模式 一個營運的作為 你如果沒有把環境跟社會面向的風險跟機會 整合進來的話 你將來肯定會是別人 你實體投資當作的地位 如果今天你只呈現了傳統的財務績效 沒有去呈現環境之效跟社會績效 那你肯定也不會是將來最好的投資表現 所以這就是我們講的 三重盈餘 Triple Button Mine 英國商學院的都不應該講底線 底線是什麼意思 完全無法理解 叫三重盈餘 要看財務盈餘 看環境盈餘 看社會盈餘 這些事情可以一次共同解決 就是叫做創新 因為它已經只能過去不一樣 不是嗎 對不對 所以創新是很好解決 你只要能夠勾住這三個領域裡面 你的商業模式 你的產品跟服務 如何幫助大家避免走向死路一條 貴 貴本來就必然了 大家愛吃又怕傻 正在掩蓋的學長姐 大家都屬於這一群的 不好意思 我今天就是來演出大家的缺位 真的一種很好的事情 很幸福的才可以窮到只剩下錢 很幸福才可以按只有怕事 可是問題是 你願意支付這個Premium 你為什麼願意買MV 為什麼願意買Chanel 為什麼願意買勞力士 為什麼願意買Tesla 因為你相信它有值得你多付出的Premium 那可能是Quality 那可能是一種reputation 可能是一種社會上的一個無形的資產 所以我們必須為我們共同的未來負責 我們要尋找解放 因為大家都已經很清楚了 如果我們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cost down cost down cost down 我們看過去台灣的IT就非常明顯 台灣呢 所有的IT公司只有一條路一直cost down cost down 到最後當其他的國家的製造知識 勞動力也起來的時候 結果發現人家只要PT都是比一個便宜 哇死路一條 創新不足價低又不夠 那只好陷在這個困境裡面 再去找有沒有更便宜的地方 可是你看西方的 人家是在value up 他永遠賺到的都是在透過創新 尋找更大方的那一種可能性 所以今天我們應該怎麼辦 這個是我們自己發展出來的一個簡單的model 大家其實也都已經是非常清楚 risking the opportunity 那不管外界發生什麼風險 他一定是一兩面會產生什麼機會 那他會對我們的策略方案 會對於我們公司的風管 會對於我們公司的投資 財務金融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必須要看我收得到錢 我要看我收到多少錢 然後我有多少現金流 我的審議有得更狂 那我如何是不是能夠跟基本市場 可以取得更亂中長的支撐上的運用 傳統我們看的天性經濟下的risk and opportunity 但是我們剛剛前面講 這個社會跟環境的問題 已經讓我們不能夠不逃避說眼睛閉起來 我還是用DAU的方式來做生意 這裡面有過去一個智慧型的手機 從大自然取得的金銀銅鐵錫 包括稀土 結果挖了一個坑 然後把東西拿走 做成高科技的產品 挖完了 頭拍拍屁股走 造成了生態浩劫 在地的居民跟生態序 必須支付那個產品 他賺輕的永遠都是Value 走到很好的過去的創新 可以賺到很懂得嗎 結果一個產品五年用完之後 各位用了多少筆電 用了多少桌上型的電腦 這些東西現在全部都跑到哪裡去了 產生的廢棄物 讓某一些做電子廢棄物回溯的國家 一加十口 有九口吃到一些種不同的地方 生態吸水 不能喝土 不能用空氣 不能空氣 這就是我們現在面對的 一個很大的問題 然後很厲害 我們一百台電腦 八十台 同樣夠自控制出 九十條的一百條 九十條的電源線 是台灣控制出貨 五年之後 這些東西 世界接近五千萬噸的電子 飛出七成到中國華南沿海 不安全妥善回塞物車 變成PM0 空氣污染物 華北氣流南下 由台灣人進錢享用 這就是輪迴 所以從過去的線性經濟裡面 我們沒有看到真實的成本 我們只是cost down 在供應鏈線性經濟裡面 不斷的去搖擺貨物車 不斷的就是要讓cost 要盡量降低 所以開始違背做代 開始供應到這樣的事情 造成的環境衝擊 社會的供應不 不供應這個部分的cost 並沒有放在我們公司的 貨利價值的評價裡 所以這是全世界都看到而已 因為短線之內 大家就面臨死路一條 今天不管是有川普來亂 不管有金正恩的來亂 當有一兩個禮拜前 這兩個人握手言歡 好像兄弟一般 你就發現我們原來每個人 都被裝效尾 所以世界是必須都有一個體認 不管你是壞老闆好老闆 你是好的leader 壞的leader 你都必須要承認一個問題 過去的business model 很多cost missing 很多的value 沒有在我們現在的 一個company的benefit company的profit evaluation裡面 被放進來 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們就來看一下 過去的linearness model 現性的商業行為 我們做事的這種方法 我們使用的材料都是一次性的 我們呢 生產的也是一次性的產品 我們在價值業裡面 沒有共產的價值 我最近覺得有些時候 非常舒服的 不是很舒服的 雖然有很多是我們自己的客戶 因為現在第一季過後 開始會有第一季的財報 或是第五季 第五個月的這個累積的這個 營收的營業 其實很多的公司都宣布 我的獲利營收的創新高 可是我們的社會 並沒有因為這些集團的獲利創新高 而感覺我們有一個很強的經濟成長的動物 因為好像一個社會裡面 如果說越來越多的集團 它發佈的財報裡面呢 它的營收創新高 可是卻沒有與如今 沾到整個社會變成整個國家 翻轉一個動能的時候 這是一個國家崩壞非常明顯的群號 那怎麼辦 台灣過去也是靠在座各位姐姐 大家非常的努力 對不對 我們英文也不會拉的時候 包袱簡易體 皮包一體 就到世界去過生意 只要門可以開 我們就可以見破查證 但是今天這樣一個情況 我們必須要思考 這是世界不是只有我們的問題 全世界都有這樣的問題 我們如果看中國的 氣候變遷仍然建守 在這個議題上必須要處理 你要看它的卸托力 你要看它的勞動基本的 這個勞動的這個合同法 來改變它的資產條件 最新的這個基本的工資 大概就是這幾個問題 窮不是只有財富 窮有教育 窮有醫療照顧 窮有居住品質 窮有環境品質 窮有社會公益 這些都是我們必須面臨的問題 因為這個世界越來越小 你影響我 我影響你人大飛機 細菌大飛機 剛剛這位也有提到的 就是說17個永續發展目標 吃喝拉撒睡 這就是在2030年 為什麼2030年 因為氣候變遷 暖化到兩度C 現在目前估算的時間 就是2030年 各位現在幾歲 12年後我們幾歲 你的還要美男的還要帥 我們大家還要再更有錢 我們都還要再為事業打拼 所以這個習近是很短的 那麼所以剛剛我們看 社會創新來圖裡面的這個光 基本上的這個概念 我們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呈現 主流的企業做企業社會責任 但是呢其實這個社會責任 應該把這個S拿掉 叫corporal responsibility 企業有賺錢的責任 企業的責任有賺錢 公司法第一條 但是你不能污染環境 不能夠留意要過 必須有出社會爭議 所以從三重盈利的這個角度 走向EST 上我們課的大概都會想到的 環境社會跟治理 已經在二次衰退之後 變成金融主流性的四合一 專有名次 所以我們一直跟大家強調 投資看EPS 投資也看EGS 就是這三個面向 今天我們在台灣 有很多議題叫做影響力 社會影響力 但是我個人不喜歡影響力 爸爸媽媽從小耳如願來說 你不能怎樣 不能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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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個一年講個十年 那種叫影響力 今天我們看的是 放把果燒掉 這個叫硬盤 焦把水滅火 這個叫硬盤 因為這是在瞬間之內的 增加性命毀滅嚴重損害的一個關鍵 今天我們談的問題 不僅死路一條 而且這個問題是極嚴重 每一個人都是問題的一部分 但是社會創新裡面很重要的一個 基本的潛藏的概念 每一個人必須是警方的一部分 社會創新就是希望能夠勾到更多人 大家一起來 大家一起在這個結構上面呢 可以共同 等一下我們各位可以聽 佐夫的這個報告 真的一路以來 真的眼淚只有往肚裡面流了 那因為這個整個社會氛圍 還沒有大家一起來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說主流的智能市場 你要做些什麼 從1970年代到2010年代 從20世紀走至到21世紀 一家公司的股票市值呢 四五十年前呢 有八成是來自有形資產 兩成不到來自無形資產 今天S&P500所估算出來的 有八成是來自無形資產 這兩成是來自有形資產 所以FB的個資外洩一天就會導致崩盤 接近7% 每幾天股票市值升到500億台幣 所以無形資產的議題 非財務面的議題對公司的財務 還是有非常嚴重的影響 所以我們說EPS對EGS 今天我們要推動的這個社會企業 透過社會創新的途徑 它絕對不會沒有錢賺 這是我們未來要的企業 這是我們未來找到活路的一個機會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裡面 今年五月的相關的資料 融為主田基金對外公布 這些公司我們不方便唸出來 大家自己看 這些公司因為它的船隻拆解暴沸的時候 違反了人權勞動資產條件各環境不然 將一年不聽將兩年不聽將五年不聽 最後只好對全處發布 融為主田基金的投資標題 這全世界是有影響性的 它是一種指標性的訊號 我現在給各位看 這是我正式公開場合 把這張表格秀出來 但是我要用紅色的 把一些公司的名字把它刪掉 這個是挪威很重要的 世界級的一個保險公司 叫做Storbrane 最近公布了一張名單 這張名單就是Storbrane的 它的投放在全世界 不給予金融支持的一些投資標題 這張表格在中國大陸 做企業社會責任的教授圈瘋傳 那各位可以看到它不投資的領域 有花灌了錢 這裡面有嚴重破壞氣候跟環境 高風險產業 但是它的永續表現ESG Social impact跟 environmental impact 其實效率 績效是差的 還有就是違反人權跟國際法 有貪腐跟金融犯罪 還有販賣下面 就還可以對身體有益 像面試對身體 就是這裡面有些學長姐 就不好意思了 那這裡面呢 只要有販賣的 就全部都不投資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面 也都會有台灣的公司 所以今天台灣跟資產現場連結 要無縫接軌 今天我們到哪裡掛牌 全世界的放大鏡 開始越來越多 開始看我們這個面向 所以剛剛這個秀的 這個光譜裡面 從企業社會責任的展現 也開始有一些壓力 要讓這些公司必須進行轉變 所以 社會型企業是有一個社會目的 現在有很多公司開始有所謂的 Value Dreaming 或者是Purpose Dreaming 有一個價值取向 奠基在那些特定的價值 或者是社會目的的公司 但是講的是很容易 我們在看這樣一個大的背景 可是設計它的商業模式 是非常困難的 你要讓它可以 整個來龍去莫可以支援去收 說服得了自己 說服得了別人 你還得確定產品跟服務 可以收不到錢 Quality跟你的Efficacy 絕對不會出於對主流企業的期待 所以這個部分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來舉幾個國外的例子 跟各位做一下說明 河南有一個記者人叫做Tony 他去做了公平貿易產品的調查 結果發現了 全世界現在有很多公平貿易咖啡 公平貿易巧克力 那他就發現 這個巧克力這個領域的奴工 求工 鴻工 這種不工不易的資產的條件 其實是幾乎是這個產業裡面 很大的一個障礙 然後對於公平貿易 巧克力已經發展非常多年了 結果他發現 開始追蹤很多公平貿易的巧克力 他就叫巧克力 可是巧克力是非常的lonely 因為只有你做這件事情 這樣 那他開始去練化他這個巧克力生態性 他甚至為了不讓他的巧克力 跟別的巧克力混合 像我們今天喝茶 都會混了很多越南茶 喝吃米會混了很多其他的米 螢幕混珠是一樣的 東方人西方人做壞事都差不多 所以這種情況呢 他就去辨識他的環境跟社會的外溫成分 各位可以看一下 論道說這裡面需要有一些tours 去做一些量化的工具 你才知道你這個產品跟服務 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他現在定的目標呢 是2019年呢 他的環境跟社會的外溫成分 所以我剛剛給各位看的圖 綠色是環境 紅色是社會 這已經是變成是國際通用的一個顏色 來表示環境社會面向的衝擊 有助於這個訊息的傳達 他目前希望他明年的巧克力 外部環境跟社會的成分 都可以降到零 那這個巧克力現在的營收 已經到了接近16、7億美金 已經在幾個國家開始了 荷蘭航空上面的免稅雜誌 就已經賣了巧克力 你到了阿姆斯特丹的斯蒂波機場 最好的位置絕對都是by Tony 各位不相信可以去給大家試一下 然後呢另外還有一支手機 我們說現在smartphone非常的流行 最近我開始在push台灣的電信公司 也要引進這家公司的場面 到宇宙市場 如果你去看綠色合併組織所做出來的 綠色電子品牌的評比全世界 包括Apple Acer ASUS 所有的這些相關的公司 在智慧行動裝置裡面 Fairphone在永續的表現上 翻譯世界第一位 它很小可是非常具有影響力 它的主要的設計的目標就是 要設計這個產品使用越久越好 所以它可以自己回收 它甚至這個鏡頭都可以買的 然後它使用的是公平貿易的金屬 讓它的貿易商全部都經過非常嚴謹的 勞動和環境面向的集合 你這支手機不要了 它會負責把它回收 換句話它所做的是一個封閉回路 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之下 各位可以看 它最近開始推出Fairphone 2 一支多少錢一萬多塊 我還沒買 因為我那支還沒壞掉 所以我不方便去買 但是各位 如果你剛好要換手機的話 你就上Fairphone 這是一個可能的公司 目前人工大概50位 台灣也有它的供應商 那這一支手機 它連它獲利的來源跟成本的結構 供應商在哪個位置 全部都非常的透明 它現在很小 可是誰知道它使用到封閉之後 它會不會成全世界第一支 最重要的 我們虛型的手機 好 這個是社會企業 那我們來看一下國內的另外兩家 社會企業 這一個叫點點山 也是真偉一直有在推薦的 它主要是希望能夠翻轉街友 那翻轉街友 街友在跟你買東西 賣東西我想各位會買的應該很少吧 頂多一兩次 那這個他們推出了這個叫做 天賦城市的概念 它希望能夠把街友賣的東西 變成是一個行動的7-11 你因為需要而會跟它賣 而不是因為可憐而跟它賣 然後它賣給你的東西 是因為你需要你剛好要用的東西 而且你覺得它花的也是可憐的 那它的圖像呢都是這個 喜航人的畫出來的圖像 經過設計師 辦理把它做調整以後 希望放在將來他們的相關的產品上面 然後它去弄了幾台的電動車 在不然很法規的狀況之下 上面可以掛一些東西 然後經過這個設計師的這個設計呢 它將來這個幾台的電動車 希望讓街友是可以有雇用 有勞保 可以成為在一個社會的消費體系裡面 被尊重的一個產品跟服務的提供者 而不是因為你可憐它而去買你不要的東西 或者是你覺得它很貴的東西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政大 自己培養出來的一個社會型企業 它也是我們七月有去創業競賽 第二屆的第一名 這個林香糧食談及這個學長 那這個林香糧食的這個概念 它希望是能夠對於堅守這個土地 採用自然農法的這些基層的農友 生產出來的東西能夠用更好的價格 可以負擔得起家裡的這個住宅 教育 生活的需求 如果它在鄉下只賣30塊 可以到都市賣60塊 那為什麼不協助這些好的產品 不使用過量的這些農藥的產品 可以進到這個我們的市場上面 所以林香糧食的唐錦妮它基本上就是扮演 來做教授網絡的這一個聯繫 那很棒的是我們也有我們的學姐小禎 就是佳樂福這一邊 來運用這些所謂的這個醜蔬果 被淘汰或者是這一個 不是第一批被選中的這些好的蔬果 來做出來的一些相關的產品 這個也是跟食農這些食農上面的一些相關的媒體 那今天我們講 社會界的社會目的是可以被理解的 但是我們說過去的商業 線性商業經濟 我們是盡量把獲利極大化 把成本降低 然後你完全膚視外部的成本 那今天我們的社會放心 就是希望勾勒出來的商業模式 它能夠讓更多的利害關係人 成為解方供應者的其中的一個重要的產品 所以我們在看所謂的Social Innovation 如果你可以兜到更多的利害關係人 來參與這個方案 我們會覺得它這是一種很有形跟無形的動物 那社會創新來解決這個社會問題 同時希望它可以變成是一個moment 只要立之所趨 大家會異壓化過 那起步為堅 這個也的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今天我們在看 如果我們把它劃分成幾大步驟 來看所謂的Social Innovation 什麼東西叫做社會創新 技術很厲害就是創新 這是過去的訓練 讓大家覺得很限 很潮 很厲害 可是如果它不follow我們現在的risk 不follow我們現在對社會家建構的光影 我們看得到未來的那個目標 它沒有更好的利害關係人 它能夠解決過去在共產業裡面壓榨 雨露精湛創造共產價值的這個困境的話 那我們就很難解決 你只是在夢一個頂章有創新 可是你不能夠成為是足夠的正確的東西 那我們今天在座各位學長鐵庫 我們政大的醫院平台 如果我們今天政大的醫院平台 每一年可以醞釀一個就好 一個具有社會創新的社會企業 然後我們集中火力來對這個社會企業 來tune它的商業模式 tune它的product tune它的management efficiency tune它的fiancial management tune它的利害關係的活力 我們一年做得到 這樣對我相信我們政大業務業 一定在所有的業務業裡面是創造宇宙的 那有很多的方式 說你今天最容易的就是 愛誰做出好的東西去買 這是一種支持 你覺得這個公司有潛力 你小額投資 是一種支持 今天你本來開了一個咖啡廳 本來就要有一些水果 你買它的水果 變成你的工業商 這是一種支持 所以支持社會行為 社會創新行為的企業 其實有很多的面向 這張圖呢 越深的部分 是覺得機會是越大的 然後呢這裡面 有各種不同領域的參與跟支持 那我相信我們政大業務業會舉辦這個論壇 背後是有一些務必 有一些使命 有一些願景 如果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平台 跟政委這邊合作 我們可以篩選 每一年選一個社創之心 然後在我們政大的業務業 在各位協商界的參與之下 他不僅會成為是我們全台灣未來 解決我們社會問題的希望 甚至也會是成為我們自己 將來可以投資的標題 我們就說像左夫 等一下我們聽他報告 你就會發現 十年 二十年之後 你都會希望他 然後你絕對不希望他倒掉 因為沒有他 我們 那個一類類 真的 對不對 左夫可以同意嗎 我一直幫他宣傳 我們希望所有的 自己政大EMA的這個平台 我們一切有一些好的這些公司 所以這裡面呢 我想我時間已經到了 那剛剛我已經大概有跟各位 所以我加入了KPMG成為何國人之後 就把社會企業呢 叫做見縫插針市的導入台北101 從61樓到67樓樓的KPMG 我們在黑咖啡賣的 黑咖啡是公民貓咖啡 賣的是台灣南雀茶 我們給人家吃的喝的用的 我們盡可能 家庭日 昨天我們才舉辦101大樓 跟101還有日本野村 舉辦了這個愛的事情 把一些社會企業 企業描运益組織 或者是公司行政組織的社會企業產品 帶到101大樓 一整天可以讓很多人去 我們現在把101大樓的幾家 包括85樓頂天的餐廳 供應的咖啡 也現在全部都變成是 公民貓咖啡 我們自己一個人做 自己一家公司做 我們一定可以帶一個合作伙伴做 可以帶一個供應商做 可以帶一個你自己的麻吉做 力量就出來了 這是Social Ennovation 那我想呢 這裡面有一個 很好的社會創新 叫做綠典能創 這個綠典能創 其實基本上就是一個 蓋小橋的太陽門電廠 這樣的一個社會型企業 可是它的這個做法 就是我們協助促成的 法文大哥大 法文大哥大 負責CSR的留意會部長 也是我們正在編約的這個效果 非常支持在這個議題 那他跟綠典能創合作以後呢 跟這個一家在屏東的 這個福慧大福之家 他是針對照顧有精神這個問題的 一個這樣的一個表演 然後呢他們有屋頂 屋頂上面呢 就集資接近550萬的這個 綠能太陽門小店長的一個建置 然後呢就透過一般民眾的這個集資平台 來透過捐助的方式 透過台灣大哥大 帶他的供應商一起賣一支手機 捐一定的金額 來加入支柱這樣一個計畫 最後剩下來了缺額 再由他們自己計畫裡面的大三人 去把他購入 然後就蓋了一個這樣的一個 550萬的綠能太陽門電廠 然後跟台電圈20年 所以捐這個募款550萬 不是一次給這個大同復賄之下 而是讓他蓋個電廠20年的營養 大概增加1.6倍到2.2倍 所以他550萬最後大同復賄之下 20年他可以收到大概 近近超過1200萬左右 所以這是一種創造綠能 又幫助被營養組織 又可以集結利害關係人 又可以集結公司的高層 跟社會願意監住550塊一個人 參與這樣的一個計畫 所以這是社交媒體選 沒有叫大家一個人出錢 來幹一個事 大家一起來 其實這件事情 就更順利的可以來進展 困難度很大 但是我們來看大公司 也開始變了 如果社會企業不受重視 大公司不會進來攪拌 大公司要改變他的商業模式 很寬敞 但是又買又並購很快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可口可樂並購了 美國的一個叫做Honesty 各位可以上網上去看 然後聯合併華並了Mann Jury 這些都是非常典型社會型 社會創新型的企業 Nathalie並了Loreal 在Loreal病房下載 去年7月5號賣給巴西 在這裡 Mann Jury 那大公司現在 看重這些被併供的公司 就是因為他們認為 未來型的企業 就是這種設備企業 昨天立法院 余委員就成立了 正在也有一個志詞 叫做Social Innovation Congress 我們知道全台灣的問題 立法院肯定是扮演一個 叫做麻煩製造者 現在當然我們不能說把它割掉 那我們可以讓大家提升一下 叫做社會創新國會意思 應該是他們也必須在這個議題上面 有所了解 那请了 金展银行的金展所 从新加坡过来 做了一个演讲 他的结论 Future is social entrepreneur 就是未来 就是社会创业家 所以 我们今天做夫人演讲 他跟我们将来会是国家的名字 我们一定要对他特别尊敬 爱护知己 我想我今天的报道 就他自己的支持 谢谢 谢谢 谢谢王老师 我一定要特别最近过的 就是忏悔之后呢 之前不是没有修CSR课吗 那么后来证明 CSR其实的确是可以帮企业创造互利的 那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学样姐 如果知道我过去的背景 就是某一任务的老板 他的企业 因为CSR这一块 他不够强烈的 那以至于后来要彼母 是一个非常严重 就是付出非常大的代价 那时候上课 每一堂课都会老师点起来 谈一下 那个企业实案的问题 等等 所以其实CSR对大家既然这么重要呢 刚刚老师有提到川普嘛 我就借机宣传一下 因为8月11号 我们上午大师开讲 我们上校有会办的周星一校长 我们是有校长的吗 政大这个校长现在 周星一校长的演讲 川普给我们上了一堂课 企业有序与美国未来 也欢迎大家 礼拜一开始要报名了 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 企业有序这个议题 接下来呢 我们要邀请的是 刚刚老师不断不断提到 未来的我们郭台铭学长 那个我们许首副学长 他是多福事业 股份有限公司的周星长 也是我们正常演叠 创业主办的第五期的学长 他说有一句话 他说社会企业是没有退场机制的 他目前有七千位客户 七千个家庭是需要他 而不能没有他的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他创造了一个 与众不同的价值 现在已经不是只是谈价格 我们谈谈企业的价值 这个是这样来翻译 我们的剧组副学长 真顺开玩笑 虽然我对我自己蛮有信心的 不过那个 我待会想要前面 那个 先跟长官 郑伟 还有 就他们问得好 因为听了两位先报告 所以我想要 托考演出一下 我想要再把我的一些长篇 再增加一下 让各位明白 然后跟郑伟回复一下 就是 孙老师我被你那个贷款了吗 就是我们要脱口演出 嗯 新转银行其实我们都有为错 那 那个最近我们平分又被打回票 就是 意思是说 那个贷款还是不成功 这点让我就挺有心情的 就是 到底多福要做到什么地步 大家 银行家们才会觉得 值得贷款给这样的公司 这其实是我们一直在 在 研究的方式 就是 都说得很好听 抱歉我不是有心情 而是 我很想要了解 就是 中文台湾银行 国外银行 那 支持社会企业 可是到最后平分的时候 还是把我们刷掉 好 然后 也跟各位分享一下 有几家银行对我们友善的原因 是因为 一开始对我都觉得 你们 平分这么差 甚至还是亏本经营 可是突然有些对我有善 是因为 懂阳生病 叫我们的车 那 有两家银行是这样子对我来管的 因为想这个 就非要等到 你们才 受到 才叫说 多福不能亡 有三十秒 给我三十秒 我想多增加一个资料 我想增加一个故宫的资料给大家 好 那 这个先关起了 好 那我们要开始了 好 各位 那个 我最近 嗯 我都不信在这张照片 那 我们最近新的品牌 多福假期 也正式在我们上个月的服装会 正式提出 也有新的视觉设计 它有给大家介绍 可是 我一样都先把这张照片 让大家看 这张照片 各位 知道是最近的什么新闻吗 好 这 又在新美市 又有一个子女 受不了照顾的压力 啊 他妈掐死了 然后自己在自杀 好 各位 很抱歉 因为一个比较深层的开场 是因为 我们在介绍多福事业 在介绍我们欢乐的假期 在介绍我们的服务之前 我还是要让他明白 就是多福做的每一件事 对我他 藏在底下的原因的 以这个案例而言 就是早在我五年多前 我就已经不断在这个场 跟政府讲过 就是一定要注意到 照顾者跟被照顾者的 五丈外传息语 因为这样的案例 只会越来越多 结果那时候 大家都 当作是个案处理 各位 你们都发现 这近几个月 几乎每个月都有 要不然就是 爸妈把罕见疾病的 要不然就是儿女 受不了照顾的压力 抑或是说 两位老人家间别情深 互相一起相约走了 好 各位 这样的案例 如果我说一个 你们更不会相信的 就是我之前是媒体出身 我们很多学当姐 在报社工作 她说 否则这种新闻 我们现在已经播到 不想报了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今天 她的死法很特别 各位抱歉 我在讲到 我都很难过 除非今天的案件 死法很特别 要不然我们都不想报了 因为太多了 好 各位 也许学长姐觉得 那这个 我今天也很难过 那我们 跟我们社会员员 各位 这个跟大家息息相关 如我讲一下 如果今天 各位回到家去 看到您家中庭楼下 或隔壁一栋 被拉起封锁线 又有一样的事情发生了 请问各位 在台湾目前实际上登陆的机制下 这个已经不是千万或亦能够计算的损失了 它影响五年之内 绝对跑不掉 只要有疑惑 所谓这样的情况产生 所以怎么可能说这个跟我们不相关呢 好 那我们就开始跟各位分享 今年冬服第十年了 我后面想到 我能够走到第十年 吓死人了 那我们回想 九年多前 我还在拍电影 我们试验传播 然后过去拍了很多电视电影 纪录片 如果各位学长姐 长官热爱看活片的话 都可以看到我好文靠的身影 只是你们认不出来 那是我而已 然后有一天 我的外婆摔倒坐轮椅 成病了 93岁的时候摔倒了 所以就开始了 我九年前 台湾第一家 顾拿政府补助 纯民营的复康巴士 我们也是台湾第一家 拿福斯最高档的保姆车 改装复康巴士的 那个时候还被人家码 说多福老板神经病 买一套好的车来接残账 说这话的还是小而麻利的朋友 就让我非常地疑惑 就是为什么你们自己都不觉得 自己应该值得用好的服务 那难怪过去三四十年来 这样的服务会被列为 老弱并残穷 也没有错 当时是属于少数 可是接下来大家都知道 在联合国公布2025年 台湾会变成全世界老化问题 最严重的地方 那我们如何把这样的复辟源口 在我看来是满满的红利源口 只是也许我这样想的人不多 我们如果把它翻转过来 那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了 好 然后我今天看到这张海报 就我刚坐在那里 突然明白这海报的设计 就是政府学术 然后成功点范 然后加强警告 就我突然明白 原来都是对比 就是我们是一个 属书有练过 大家不要学 就我突然明白了 那我们就要好好地讲 我们过去犯了什么错 我把一些旧答案找出来 因为挺有趣的 这个在我们过去 沿用了很久的车身彩绘 那各位一看就知道 这是哪四种人物呢 运又老轮 各位 其实我们大家都会讲 习惯讲残障或残废 不要 在我们尤其是 以商店模式出发点的 要收客户钱的情况下 一定要注意到 每一个字眼的尊重 运又老轮 是我们的奢侈彩绘 也就明白表示 我一开始就鉴定 我不希望让大家看到 路上有多福接送的车子 就说他们又是要去哪下医院了 不是 而是疑惑说 诶 今天多福出来了 他们现在要去哪儿玩 所以我们一切都是从一些 比较开心的路上去切入 然后就变成我们公司正式的logo 这是四种人物哦 很多人讲说 不认识多福 会觉得多福是卖蜂蜜的吗 哈哈哈哈 别人托莫紫金 哈哈哈哈 好 那他是算四种人物哦 孕妇 宝宝豆 小孩子 老人家 跟轮椅朋友 那从这里来 让各位明白就是 我今天 我为什么要 赶快通告演出 是因为 我想要贡献 我本来没有想要 提到的创新部分 因为多福真的 没有什么创新 老实说真的 因为我不过就是把 老人家跟行动 不变的朋友 轮椅朋友 他们认为 已经不可能 在过的生活 我们一样一样 帮他找回来 如此而已 就我们没有做什么 了不起的发明或创新 只是你们绝对不可能的事 我们把它做出来而已 所以我今天 会一再的跟各位 提醒一句话 就是行动不变的朋友 出不了门 究竟是他们的行动不变 也或是你有我的想象力 让他们走不出去 好 各位看一下 大带我走快一点 上来景点 这是我们去花莲 金针 然后带老人家出去 好 这张可以停一下 各位这张 其实现在在旅游界 还蛮 蛮受到覆目的 为什么 是 青康藏高原 去年我们在做的时候 连熊狮东南 或者是其他大型旅游 这都没有人相信 这个做得到 那我们带老人家 要带老人家 上青康藏高原 各位可以想象 这一路上有多少的安检 或多少的无章岸要突破 各位就明白 这个有多困难 好 那我们做到了 所以这条路线 现在变成独门的 无章岸路线 好 然后我们的车队 我们的服务 这个也正好 借机会重提一下 各位都知道高铁 像我们今天现场来了 现场有五百多位伙伴 五百多位学长姐 我们约一约一起上高铁 去高雄玩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因为一列高铁 各位知道有几个座位吗 一列高铁 十多几个车厢 九百多位 我们就以一千个座位来讲好了 一列高铁有一千个座位 请问各位学长姐知道 有几个无章岸座位吗 一列高铁 十六千十六香 将近一千个座位 只有四个无章岸座位 各位四个 而且严格说起来 里面还有两个位置 只要你把家人抱到一般座位上 把轮椅合起来 固定在旁边的心理座位 所以严格说起来 一列高铁只有两个 轮椅席位 是可以让轮椅 直接上下进出的 各位 这个以人口比例而言 就是完全的不对 所以 我们不断的 跟高铁来反映这个事 得到答案 两个 我们真的有机会 有跟高铁国事长见过面 一样得到的回复就是 首先我们的车厢是 国外原状进口的 面网就要改 安全系数 会被破坏掉 第二个 没有那么多人要来坐高铁 容易没有 没有那么多人 各位 以我们创业者的个性来讲 我很想跟董事长来划夺 就是你给我低劣色香 我跟你包一整的 我就跟你租 你看我能够把它做到什么地步 这是一个 机身蛋蛋事迹的问题 你只有两个席位 定都定不到 根本没有人会出来 如果你让身上家族都明白 他定得到 五障碍自由才会成型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交通串联 好 那我们的服务等等 多福现在有另外一个江湖昏名 就我们的旅行社 叫做以厕所吃饭的旅行社 多福是靠厕所来吃饭 为什么 因为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先找他的厕所 就好像我来政大上课 第一天我就跑厕所 那各位学长姐觉得我们这一栋楼五障碍吗 我没有要 没有要 督导的意思 各位不要紧张 我今天是以那个随地位的身份 就 我们的厕所不上来吗 如果今天起来是一位行动不变 因为他能够跟你我一样 方便进出这一栋大楼或校园吗 好 这其实是我们每一次都要面对的课题 所以 我今天找来一些新的资料 各位可以看看这是什么 好像是一个挂动 我们把 zoom out 男生也许就比较有感觉 这是一个小变动 好 我特地把这个资料加进来 是因为我们目前跟很多政府 有这样子的 那个五障碍交易区的合作 我也要让大家明白 不用花大钱 不用花大钱 我因为这句话被提出了很多委员会 因为我打了蛮多人的财路了 好 各位 这是我们在日本 他看到五障碍路线的时候发现的 这个 是挂什么用的呢 挂拐杖的 那这个是挂拐杖 这个是挂雨伞 好 这是拐杖 这是雨伞 拐杖 好 各位 我不是在让你们演话聊乱 而是我们在一个梦发现 他挂了一整排 将近一百多个 就钉在墙上 他让我理解一个事情 刚刚老师也有提到 也就是说 无照外建设真的需要花大钱 国家要这样来做吗 各位 真的不用 尤其我们如果真伟生 大家人在工部门做事 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 就不用花这么大钱 大家一想到要敲成斜坡 要改装无障碍厕所 大家都会害怕 可是如果大家都很乐意去做的话 代表里面一定有非常大的 那个转包的银金 好 各位 这个作品代表什么 代表他呢 在那个Shopping Hall 订了一百多个这样子 白拐杖跟白散家的汤式 代表我这里欢迎行动不便的老人过来 我这儿欢迎无障碍家庭过来 你来我这里是得到无障碍服务的 立之所趋 商人自动把他们的店门口改成无障碍 完全不用政府上脑筋 因为他去侏罗记讲的话 生命会自行找出出路的 当大家发现 为什么他一直去隔壁的商店买 不来我这家买 哦 因为他们隔壁有铺鞋锅 那每一家都开始铺鞋锅了 这是一个非常基本而简单的方式 政府只要开始把这个牛转开就好 不用听那些商人 虽然我本身也被揭定成是业者 就业者都想要转一地方一 可是如果你让这个产业转起来 这才是对一家产业真正有帮助的 才能够让消费者真正的出来 所以我在这里一定要提到一个 刚刚老师有提到的CSR CSR 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学长姐 可能会觉得我们不是有CSR 我们也有捐钱给社会团体 那跟社会企业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尤其像刚正伟举那个光谱 我觉得就我而已我看得很懂 可是我很怕学长姐 不会误会了光谱的意思 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意思来讲 今天上市上市公司都有CSR 甚至有这个部门 今天假设宏达店 宏达店 宏达店它的 我们在想用宏达店的学长姐 好 那可以来出例子 今天假设宏达店 它的CSR是去白沙湾浸摊垃圾 好 每一面都是剪达色 垃圾剪得干不干净 不会影响到它的手机销售 不会直接相关的 所以CSR的好坏 跟它的本业没有息相关 这就是CSR 它是一个企业美名 可是今天多福的本业如果顾不好 我项目率就倒闭 这就是社会企业 我们如果没有想要把本业务好 直接想到佛的美名 我项目率就没有客户 我立刻倒闭 所以很多人 尤其是有些政府长官 有时候真的会 我会吓一跳 就是明明我们已经有CSR 为什么你把它推动社会企业 那这样的解释 应该立刻可以明白 虽然我在外面很少支撑 或者是归类我自己是社会企业 因为老师说我们创意的时候 都没有听过这个名词 那我只知道我想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没有生长手册的家庭 该如何活在这个武藏外的社会 好 一样跟各位分享 跟我们家的服务都息息相关 我们是靠厕所吃饭的旅行社 这是什么 这是名古屋最新的一个机场厕所 各位一起看不懂怎么回事 我告诉各位这是一个无障碍厕所的标志 各位我们是从十年前开始 正式才会有了无障碍厕所的规范 而且近几年来进步到什么呢 进步到我们以前是男侧女侧 跟无障碍厕所 无障碍厕所都是放拨把用的 现在进步到男侧女侧 有男侧障碍厕厕跟女侧障碍厕 进步了 各位知道在三年前 日本又进步了 真的 只有日本人能够打败日本人吗 他们进步到有左手无障碍 跟右手无障碍 哇 这个我投降 我真的投降 我再细 我也没有办法想到 左右手都可以再这样做 然后 然后我今年看到这个标志 这个标志 我实在 简单到我吓到 这是厕所的左边 右边 左边 右边 各位看出什么不一样吗 左边 右边 不是在耍各位 各位 你们一定没有感觉到什么不一样 这就是答案 通通是五障碍厕所 各位 这是一个好简单好简单的概念 就为什么厕所还要分 五障碍跟一百障碍 它通通是五障碍 它没有再分了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律序老轮 你只要来我这儿 你就可以进去 你不用特地去挑 哪一间是五障碍 No 因为通通五障碍 各位 任何的建筑 尤其是硬体 在规划的时候 都是最便宜最省成本的 你规划好了再去改 真的是大 日本的厕所 各位常去日本旅行都知道 都是套装 所以就是把它装进去 全部都是五障碍的 没有再区分的 可是这个概念是什么 是我们欢迎你们任何人随时过来 不用去区分 你是不是身上的朋友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 可是这个解法 确实让我自己 这个业者 我都圈了好几点 就是到底一间男侧 比例要有多少间无障碍射所 女侧呢 现在不用了 通通无障碍 完全没有这个困扰 好 然后讲到我们新的这个品牌 多普加起 各位一定要相信我 我不是接近大广告的吗 好 各位可以看出来 这个设计的一些 小小的意义在里面吗 那据设计师讲 他听完我们公司 是我同仁的访谈之后 觉得我们公司像一座山 我都不知道他们 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 然后这次品就是山的零线 你把它想像成一座山 就是四品就是山的零线 如果各位可以再近看的话 这是一个小小的台湾 我们很谢谢他有这样的巧思 那更特别的是 他把我们的一个服务听进去了 而落实在里面 就是我们有四季旅游 四个颜色 四个线条 表示台湾的四种旅游 哪四种呢 我们以这个而言好了 各位可以想到 这是什么季节吗 这是秋天 那是哪儿玩呢 是这个颜色 就是金针花颜色 金针花 那这个呢 就是油红白 不要说你嘛 我都觉得油红白 哈哈哈哈哈哈 那这个是日月坛 这个就厉害 这个厉害 这个我认为佩服他 因为他把我们公司都玩片 你知道吗 就是内观 内观 内观的颜色 好 各位 我真的不是在做宣传 而是我们公司 有一个四季套票 每一个季节都有一个旅游 为什么 就是到底多福是在卖什么 你不是医疗接送吗 好那我理解 你要带家人出去玩 你有了旅行社 那这个你到底在卖什么 卖行什么 或是多福真正的产品 第三个字 叫做 期待感 高兴 用去我们屋里面 期待感 什么 期待感 这么虚幻的东西 是你们实质的产品 是的 各位去看见 多福在卖的是期待感 什么意思 只要你的被照顾者 他的生活重心有一个期待 你整个家庭的轨道 就会恢复正常 真正受益者 是旁边的照顾清楚 能够真正的放心下来 所以每一个季节 选一个旅游 比方说奶奶 我们接下来要带你去看油童花 所以你要把身体照顾好 你就不用担心 因为他知道 他有一个期待的那儿 他就会保养自己的身体 例如是他们有一个同侪团体 会互相吐槽 说 我们待会介绍到 我们有一个潜水的活动 就是 阿贝 今年夏天 我们一起去多福的那个潜水 你要按时复健 要不然我跟你去 小奶奶 你才要按时吃药 要不然我不给你当前半 好各位 同常世界的互相吐槽 比我们家属在旁边 唠叨一百句要有用太多 这个期待很 一旦建立下去 我们可以安心地睡觉 照顾者可以安心地睡着 不用担心老人家 会不会突然想不开 或者是海间疾病的小朋友 都不会 因为心中有期待 对自己就会有盼望 那这个才是多福实际的产品 所以 如果我们今天有CSR 跟各位学长姐连结的话 你们家里 你们公司里面 一定有行动不变的人 或是员工里 员工的家庭里面 一定有行动不变的情绪 所以当在做员工旅游 或员工福利的时候 请不要忘了这些 我们可以把稍稍地做好 它可以擦掉你整个企业的CSR 这是我们的服务体系 如果要说这是商店模式 我也就这样子把它牵进去吧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从起家的多福接送 医疗接送 到旅行社 多福假期 到医疗福具 我们无意间成为台湾第一家 被经济部表扬的公司 我都吓了一跳 那天去年经济部打来说要表扬我 我说 你是商店集团吗 我亏损亏损这样 你还要表扬我 他说 许先生你误会了 你是台湾相关业界唯一一家 三张超难的证照都被你拿到了 首先小课生助力 再来加州旅行社执照 再来医疗用品贩售执照 各位 我完全没有计划 全部都是被乘客拿着鞭子打出来 然后政府说我哪里犯法 我就说 我没有想法犯法 你教我怎么做合法 我就一个一个去拿到 好各位 我无意间成为台湾第一家 拥有三张证照 我都下一个 可是 我们努力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 把所有行动的问题 全部圈在一起 听起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商店模式 就是 就像我们有什么happy go卡 一站是购足 一站是消费 很容易让各位理解 也就是 你今天在公府接送的消费 可以折理旅游 旅游折理服具 折理服具 折理接送 很简单的商店模式 对不对 可是各位 我必须讲 这是一个 蛮令我难过的事情 是 我创业之初 为什么会发现 就家里一旦有行动不变的人 你所有的 十一住行的厂商 都要换掉以后 都不一样 吃的喝的用的 行动厂商都不一样 我那时候我记得 我一边开车 一边去买东西 真的各位 东市买巨马 西市买爱间 就我边开车 我都哭出来了 就是能不能麻烦 你们各位大老板心心好 能不能把十一住行 全部集合在一起 让照顾家属 多一点时间睡觉 多一点时间陪家人 不要大家都个力山头 好不好 拜托大家 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 那我们冲业之后 我的理想就是 我尽力把行动的问题 全部集合在一起 我无力去管十一住 但是行动的问题 只要你打来多福 我应该都会帮你解决 我帮你立刻找到 解决的对象 这是我们自己要做到的事情 然后我们影响的产业 借有小小的多福 我们影响到了食品 建商 交通 改装 观光 等等 我举一个最有趣的例子来讲 我们当时 跟一个公司签冤 这个冤签下去之后 我们就被骂财了 各位应该都听过Uber吧 Uber Uber其实还在 那当时几年前我们跟Uber签约之后 果然公司电话被打爆 从公共运输出 交通部全部都打来骂 说多福你为什么要跟一家非法的公司签约 好各位 有机会在这里跟各位讲很细的东西 那我讲这个事情没有在简报里面 是因为刚刚被政委的一句话给勾出来了 就是暖食力 暖食力这个 这是最近很夯的话题 Uber跟我们签约的原因是因为 他当时想要做 台湾第一个对轻度生长服务的交换公司 他找了很多人来帮他做这个交易训练跟服务设计 那也找到我们 那我当然第一次我就拒绝了 因为他并不合法 结果半年之后 他又约我们见面 说诶 许先生 这是我们现在接下来的交易训练的老师 先给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建议吧 我一看之后我就觉得 抱歉 荣卧这么自大 我一看这些单位我就摇头了 就是如果这些人来训练Uber 那台湾的老人会是一场灾难 我觉得不管他合不合法 我感情下面就是 起码服务的是自己的阿公阿嬷 那我 我愿意 我愿意走这个灰色路线 所以我最后答应帮他重新排个教育训练 好 所以他们推出了Uber的高端服务 叫Uber Assist 如果各位有使用过的话 重点是我要跟各位学童姐分享 那我们怎么收费 如果今天Uber看中的 我总算明白他看中了什么 就是暖实地这三个字 真的谢谢这位人启发 他到底看中我们什么 愿意跟我们家小公司签约 各位不要觉得多福很了不起 其实就是一个 也就是那个时候Uber才刚刚被人家 告说Uber司机性侵女乘客 所以日后只要跟多福签约之后 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就会召开警察会 说我们Uber是一个非常优质的教授平台 我们的司机就是我旁边这一位 许总部他训练的 各位这就是一个责任风险 一个分散 所以我们很多的董事跟前辈提醒我 说你要小心Uber 他的用意是这样 我们后来是阿易的 然后合约怎么签呢 这是我想要跟各位讲的 就是如果我们有这个机会 被列为创新 而不是那个警告 我们跟Uber的合约很有趣 送到洛杉矶总部 搬成英文去清回来 在当时 请问各位学长姐 如果你是我 你是多福 你怎么跟他收费 怎么跟Uber 这一个富可敌博的公司收费 他就会讲说那你就一定跟他要 或者是说那开发票怎么办 好各位我们跟Uber 总部没有谈出任何一个好方式 我都跟他讲 我说你们是一个这么新装的公司 怎么没有一个好的方式 他们说那我们还是来抽成好了 就跟你们建设一样抽成 我说好吧那就抽成 那请问要抽几成 老师那抽几成 我抽了我抽他了 我帮他训练高端的司机 那服务上线 一趟假设一百块的话 你觉得我值得抽多少 那个车子多少 多 抽啊 你不要抽到八十块钱 对不对 那个 谢谢老师这么给我命 一般计程车 一般检车是落在二十到二十五趟 就是比如说台湾大车队 和马上车队 那老师一定是把我的驾驶看 看着这个 未来的 未来的大台名吗 Oh my God 好各位 老师我的答案一定会骂我 我跟Uber讲 我说抽几成 你决定 我会决定 什么 Jeff抽几成 我决定 是的 那 那我如果抽 0.0001成 欸 0.0001成 我抽0.0001成 你也乐意 我说我完全没有意见 只要把人家一支写清楚就好 那你多福到底在想什么 好各位 我想的有点简单 其实也有点复杂 就是 抽几成 Uber决定 但是 捐给谁 我决定 我希望Uber 钱不要给我 就 抽几成他决定 钱也不要给我 请他 反而捐给多福指定的 优良社福机构 比方说罕见疾病 比方说见动人 比方说 有在做事的社福单位 就 不要 钱不要给我 如果抽几成Uber决定 那到底多福要赚什么 我们再去跟这些社福团体签订一个特约 就是由Uber donate过来的钱 你一定要跟多福合作 带你的会员出去玩 带罕见疾病 带近东人 20年从来没有出过门的 带他们出去玩 使用多福的服务 我们签了一个这样的合约 好各位 你们一开始脑袋在动 那Uber如果不老实怎么办 他比银额比你长生异议 他比说一千万怎么办 各位这个话 其实还是Uber的总经理直接告诉我的 他说 Jeff我们的银额 我连政府都不会讲 sorry 他当时就要跟我讲 那个副先生 副先生 他说Jeff 我连台湾政府都不会跟他讲 我真的银额额 我怎么会告诉你 你怎么敢跟我签这个约 好各位 我就是一个善言出发 就是 其实我们抓住了一个点 就Uber也是要点的 我讲一个是要各位理解 Uber这么大的公司 也是要点的 今天讲是我们看到 罕见级币每个月Uber抖内两千块 这个就可以发新闻了 所以他一定会衡量一个数据 比如说六万 比方说十万 或二十万 然后这个全部用在 带罕见级币加盘出去外 目前已经我们带好几组了 那这样一种起来 好各位 我的重点在于 我们用一个很古老的方式 可能是用一个三方都得利 Uber得利 基金会得利 多福得利 所以我告诉Uber 就是当外面的小房司机在抗议你们的时候 其实你们已经慢慢落地了 因为你们已经在帮忙 台湾的社会团体传起来 那这个是我想让大家明白的 就是 一个小小的多福 我们如果能够多花电脑先去动 你影响到的层面是很大 那这是我们想要做到Uber的CSR 一样的 这个也是我今天特地要提出来的 澳门 我们 吴章麦的股基 股基跟吴章麦结合的议题 我相信现在是目前政府也很火红的 而且很多股基不能够被认定 一任地隔天就失火 那这是台湾的一个小小的悲哀 就是我们靠房地产来换钱 可是就忽略了 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日本 那是不可思议的事 因为百年古处 它的价值绝对超过太多了 各位看看他们如何把无障碍跟旅游结合在一起 这个并不是最好的设计 可是他们有这样的想法 才是我要跟各位分享的 然后看看我们的 我们的 好各位 一样我们不批评 我只要讲就是 就这个动线完全只是为了应付 而且真正的吴章麦 是连楼梯都要做旧 连这个斜坡都要做旧 仿佛是明朝就有斜坡板 这是日本的回格 日本人就会做到这样子 那这是我们的吴章麦 这在哪里各位知道吗 红毛城 也是一个观光景点 好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就是 为什么我会这么重视这个 不是我们在罢政府 而是我要把刚刚那个板案给叫出来 我们从这个案例得到太多的印证 这里是哪里各位知道吧 故宫 世界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 也是台湾少数可以挤进世界之强的观光景点 我们跟故宫签议合作 在他有一段时间整修的时候 我们跟他合作的时候 故宫老实说有点瞧不起多福 因为他觉得这就是一家小公司嘛 所以我们被列在故宫的礼品采购物上下 好来管我们 结果第一个月他们就发现不对劲 怎么这家小公司开始提报表 就我们每个月都提报表 好我特地把这个过去的报表 三个数据拿出来给大家看 各位可以猜猜哪一个数据是故宫 后来最重视的数据 第一个我们帮故宫服务第一季 就有这么多的乘客这么多位 更重要的是涵盖十二个国家 我们每一个都有签名跟拍照 第二个我们帮故宫是从那个地底 接到lobby这样的shuttle 所以帮他们节省了这么多小时的体力留心 第三个只要有娃娃车 有轮椅有老人有孕妇 自由在lobby我们立刻节奏 不会让他们在那儿产生混乱 所以减少等候四百一小时 请问各位学长姐 就故宫对哪一个数据最感兴趣 最支持 三 为什么 主持人为什么 因为它好处吧 它有好处 它可以减少 它制度的时间 你可以拿入困 有道有道 结果答案是二 为什么 各位 不要 是因为我讲了一句话 让他们立刻把报表拿出来对照 我说 那是我们一样的开会 我说各位故宫长官 你把你们的每个月每一天的客单价 你们一定有报表吧 拿出来对 各位 在多服服务期间 故宫客单价整体拉高 就是因为第二数据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帮他节省了体力 老人家跟轮椅朋友出门是需要体力的 你绝对不会在故宫看到一位轮椅朋友 哇 我好久没有看到轻椅上了土了 我自己撸上去 不会 你也不会看到一个老人 说我好久没有看到春雨白菜了 我想要去重温旧梦 不会 你如果在故宫看到一位老人 旁边最少跟着两位家人 如果看到一位轮椅出现在故宫 旁边一定有三个人陪着他 这是一个目前我们相关的观光单位 都没有在计算这样的观光产值 还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只要你把无障碍服务做好 节省他们体力消耗的时间 他们就会花更多的时间跟金钱 在故宫买更多的展览票 参观更多的场馆 在故宫金华市更多的饭 买更多的纪念品 就只是因为你把无障碍接驳 做好了如此而已 没有工作是否 立之所需故宫 故宫开始全面的车到无障碍 各位这是一个故宫也想不到 这不过就是把一家无障碍公司 带入这个坚果shuttle 就让他们的客单价提高了 同样的 只要是选举的时候 波幅一定会有很多政治人物来拜访 因为我们掌握了他们家里的题目 所以一样的道理就是 你只要把罕见疾病的小朋友照顾好 你把老人照顾好 这一家的票都是你的人 我们如果以产业来讲 你把罕与照顾好 你带来的消费 各位是消费的 一定是五个人 所以你怎么能够 不把罕与障碍服务做好 完全不用政府去伤脑筋 伤人自己会找寻出路 解公司我再回到 然后看到这张照片 那个柯先生 他想到为什么 我坐门椅 我台大医院天天看到门椅 你打了 然后下到 各位尤其运动神经越好的人 对自己越有自信的人 他的平衡 三半围管一旦被破坏掉 他是惊慌的 这是一个很基本很基本的情况 然后 他体验我们的旅游 下到之后 立刻开始了 台湾台北第一次引发勒活性 委托波浮办理 好各位 我要讲的是 科毕上任第一刀 就是砍了老人年纪 可是他还是想要做事 所以他不断在想 什么东西能够真正帮助到 照顾者跟被照顾者 同时得到传心 就找到了我们 他体验过之后 他才明白 罗浮在做的事情 不是旅游而已 而是让照顾者跟被照顾者 同时得到休息 我们还帮台北市企划了 失能跟失智 不一样的家庭游 现在变成 台北市非常重要的一个服务了 然后 新竹市长 五星市长林志坚 我一定要提这个例子 就是本来林志坚 是不喜欢多福的 我们还记得 我们被带去找他的时候 市长很明白的讲说 徐玥珍 徐玥珍 他真的很帅 我看到他都会害羞 他真的很帅 他说徐玥珍 很抱歉 我知道你是做母照来的 可是我们新竹 是母婴友善城市 我们新竹是母婴友善 他对妈妈对宝宝好 老人家跟行动不变 不是我们主要的对象 不是我们照顾他们 我们是母婴友善 所以今天谢谢你来一趟 好各位 我岂是那么容易就放弃的人 我跟他讲一个道理 立刻翻转他的想法 我说市长 你不要把我当建商 我不是来跟你要钱 做那些建设 我不会让你花钱的 今天如果新竹是母婴友善 那我让你明白 孕妇能够过去的地方 老人家这么多走 娃娃车能够过去的地方 轮椅就能够走 所以如果新竹真的是母婴友善 那你放心 不照顾旅游 不花你一毛钱 你本来的既有建设 最有 他一听不用花钱 就愿意听我的小话 哈哈哈哈 我们再鼓一枪 就是市长 社会局处长 如果你们真的定义 新竹是母婴友善 我们讲的实在话 那是因为新竹是高科技城市 你们希望工程师能够安居乐业 母婴友善在这里定居 能够安居乐业的原因 必须要 小孩有人照顾 所以你这里如果是无障换城市 老人家愿意过来 帮忙子女带小孩 你们才会有年轻的肝可以用 这些工程师他会乐意帮你们卖单 而无后控之忧 空气两个人一起卖单 因为家里有老人家帮你们败 他一听就重 所以新竹 连三年的母婴友 委托多福办理 然后他们得到了五星市场 应该第二届了 各位这是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道理 我一战重复 你只要把少数人照顾到 他会帮你整个招牌做擦亮 所以各位学校姐 如果你们的CSR有需要 请打这个电话 多福能够在这里 还有一些机会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身杖服务SOP 细节太多了 只是我让大家明白 原来在我创业之前 台湾的身杖跟老人服务 是没有SOP的 这个让我吓了好大一跳 因为过去几乎都是政府在作装 所以有任何事情政府来扛 我们是必将民营的 SOP代表的就是一个 什么呢 保险 没有SOP就没有保险 一旦出事 我就被抓住坏 所以各位 难怪这个行业没有人要创业了 因为没有相关的保障在哪儿 那我们订了台湾第一跑身杖服务SOP之后 才慢慢有很多人开始仿上多福 来把银法服务给做好 那我后面要分享的 各位看看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政府现在开始在推咯 爬梯机的服务 我要讲一个很好也是一体两面 再多福 你要出去做爬梯机服务 各位我们也是每一趟收费 你必须要三个月之后 考我们院内考得过 你才能够出去服务客户 可是最近我被提出的一个委员会 在这里来赶快跟各位 爬梯机 各位知道吗 我去年打了一个非常大的案子 就是本来政府有一个 衛福部有一个案子 是日后便衣商店 你家每一个社区都要配一台爬梯机 也就是说 每一个Seven店员 除了要帮你们抛爬梯银地交费 他还要操作爬梯机 好各位 听得会笑对不对 你们知不知道 今年过完年的时候 有一个案子判下来了 有一个儿子去跟政府 租了一台爬梯机 回家给妹妹用 不小心把老爸摔死了 结果 儿子被判刑 好我重复一遍了 哥哥去市政府租了一台爬梯机 回家给妹妹用 妹妹操作爬梯机 把爸爸摔死了 哥哥被判刑 到底谁做错了什么事 没有人想要做错事情 如果是说 不好意思 政府在这儿 政府做错事 民众需要的不是爬梯机的机器 民众需要的是爬梯机的服务 我们回来看看那个便利商店那个标案 每一个便利商店一台爬梯机 一台爬梯机各位知道多少钱吗 25万 你去乘3000乘5000吧 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多可怕的标案 我是会议里面唯一一个不赞成的 所以我会被踢出那个委员 各位 因为国外有太多的厂商 明白台湾正要进入这一块 长照的市场 所以大家请全力要卖东西给台湾 可是如果我再说一遍 呼吁一下 民众需要的是服务 而不是机器 民众需要的是上下楼的服务 而不是上下楼的机器 光我们考核就要三个月了 你怎么能够指望一般民众 看到说明书就会操作了 那回来 也让我们讲有关旅游的事情 各位 一套无障碍完整的服务 过去都停留在A点到B点的水平 但事实上它包含了垂直 水平小可以小到今天 我们从床上移位到轮椅 大的话呢 可以搭到今天 从A点到B点 从台北到高水水平 那因为垂直呢 垂直过去几乎是没有 不要说民间 连政府都没有在想 垂直小可以小到 如果我们家里没有电梯公寓 三楼如何到一楼 那大的话呢 我们刚去爬101 对不对 各位 我要讲这就是产业的思考 大的话 就是航空 如果各位 航空坐飞机 这个电梯第一个机会出现在各位的脑海里 那就印证了我刚讲的 行动不便 是他们找不出门 还是你我的想象力限制了他们 身上没有老人家坐飞机 现在是一个困难 尤其在恐怖分子猖獗的现在更困难 各位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里面电动轮移 有一个离电池是可以改装成恐怖炸弹 所以现在没有一家航空公司 跟旅行社专责这个事情 我们现在在做这个事 也就是航空的SOP 这个问题 好 我想要跟各位讲一个最后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 无障外理由 不是跟各位 说啊我们出去 带家人长辈出去出去 在已开发国家 它是已经被定位为医疗的方式 它是同时要让照护者跟被照护者 都得到传奇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也是多福价值现在切入了一点 可是我要跟各位讲 那有什么 如果我们一样可以跟创新扯上关系的 各位 我们带身上没有去潜水 各位 不是浮潜 是带着氧气筒 潜到海里面去的 我们这里在座 有潜水指导的举个手好吗 啊 没有 各位 大潜言议 日本金银之省 大潜言议说 台湾最应该发展的就是潜水跟游体 潜水很重要 我想重点就好了 各位 身上朋友的潜水 现在变成一个热门的浮健地动 过去没有人相信 也没有人认同 到现在这个活动一开放就有满 因为 在他们受过训练后 的那个下午 因为有海水福利的承载 有配重 如果你们不会游泳的话 你们会被他们刷过来刷过去 他们在海里面跟你我一样 他们会暂时忘记自己行动不变 暂时忘记自己没有双脚 亦或是永远再演战不起来的痛苦 在海里面是个非常好的肤健运动 好 我最后要跟各位讲这个 这是我们被当头批评的一句话 你们没有老过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不太说了告诉各位 最近我们家发生的事情 就是我有一天回家看我老爸 我老爸坐在墙角非常痛苦 脸上根本就灰掉 我感觉我妈说老爸生病了吗 我妈说不是 是今天我们去新店建国市场 有在附近 原来怎么回事呢 我妈去新店建国市场 因为那里有家馒头店 是我爸喜欢吃的 我妈就去买馒头 结果发生一个事 我妈去买馒头 我妈去买馒头老板说 没有买的 啊 卖馒了吗 不是 现在吃那种东西的人都死光了 那我爸回家 我爸问他说 哎 买馒头呢 我妈就原知原本 然后我爸一听 整个人就 说起来 各位 光是过去这一年 我爸参加了很多告别式 都是他老同学的时候 就 我们没有老婆 我们怎么知道他们在乡神 更靠谜还要做服务 还要收钱 如我把最后这个 最后一章 我应该用一个 我应该用一个 跟我个性一样 积极正面 乐观向上 来回复大家的这个议题 各位 这是一个电动玩具的页面 也许在想年轻的朋友 年轻的朋友 我告诉大家一个 你如何看待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商业收费的概念 有谷型 有生命力 大家都会打电动 所以你把看成 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有十格的体力 这是我们公司内部的教育训练 每一天每一个人 我跟老人都一样 每一天十格的体力 今天 我们要去看 我们有客户要去看女王头 野柳女王头 因为女王头 听说快 快风花快断掉了 对不对 要赶快去野柳 好 阿公说好了 要去野柳 就那个亲戚朋友 连孙子孙女都请假 因为阿公太少出门了 全部人 帮你台游览车 要去野柳 结果到了野柳之后 阿公赶快下来去海边 看女王头 阿公不下车 好不容易到野柳了 阿公不下车 说什么 他都不下车 为什么 就 然后儿女就抱贬 爸 你也不要这样 每一次来拍姓爹 拍摊这么看 为什么这么固执难搞 然后儿女们都在骂 孙子孙女在看好戏 各位 请我告诉你们 你们误会阿公了 阿公在保护他家 这是我学到最深的一课 一人一天有十格的体力 阿公在算 我今天早起起床 从床上移味道而已 用掉两格 我吃完早饭 桌车劳顿 放野柳 用掉三格 请问我还有几格 五格呢 我用掉五格 还要五格 对不对 阿公在谈算 现在我下去海边 跟女王头拍照 吃饭 我再回来 我就用掉三格 待会儿在车上 我一定忍不住 我没有体力 我一定会忍不住 在车上不小心刮流 所以我不可以下去 我不下去 不管你们说什么 我都不下去 因为今天媳妇还在 你们都把媳妇找来 把孙子孙女找来 我在你们面前丢脸 太太看了 我不可以这样 我不下去 随便你们走过去吧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阿公在装痴呆 阿公怎么讲都不听 老欢叮 下次不带你出来 不要这样 阿公在为我着想 这么深层的东西 我是希望各位可以用一个 很有趣的方式去理解它 如果你理解了之后 你就会明白 多佛我们在这里面 为什么会下这么多的口心 其实只有一个原因 尊重 这是一个互相尊重的概念 以上 谢谢大家 各位今天超精彩 又幽默期生转 都毫无冷场的演讲 我们再也去让她 再掌声鼓勵一下吧 大家好 我相信 刚刚记得了 就跟我聊天的时候 表情本来还很严肃 但直到 讲到一段话 上她有了一个 淡淡的神秘的笑容 她说你们这些学长姐 以为用不到我的服务吗 几年后 谁知道 可能都会很需要她 更何况 你们都舍得花很多钱 给你后面的小朋友 但是你为什么舍不得 消费者意识跟形态 为什么舍不得给你的长辈 因为她这是一个 花钱的消费形态 她说你的孩子都在看 所以今天我们可能 都变成她的客户了 对不对 好的 那待会儿呢 我们马上都有一个休息时间 大家可以喝喝下午茶 那下午 待会儿我们还会有 食安创新的议题 欢迎大家待会儿回来 我们因为时间有点点迪累了 所以我们预计大概 本来是 大概几张回来呢 我们就 四点钟回来好吗 大概四点钟回到周围来 谢谢大家 要重视食材的安全跟品质 所以当一个社会企业 它的创业目的 本来只是要解决现在品质 还有一个说 因为想要造个太多 那种不成不意的 生命的乳牛这个问题 但是应该解决最后 你而创造了商品的价值之后 现在呢 商品价值已经是非常高 已经不是 就需要 我听到一些其他的社区来 听我说 说 我们现在一个协助网说 不用再讲 他们是社区了啦 他不要拿资源 因为他现在有太多的企业 愿意采用他们 他们已经可以在市场上 顺利而成功的竞争 所以他因为要有 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 创动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业模式 所以县主网呢 他就是一切 台湾战魂的骨牌 而且让大家认为 这是有价值的 十种的一种创新 我们现在就要 一切邀请你最后学长 来帮我们做演讲 分享 谢谢 好 各位学长姐 还有郑伟 好好好 是我们的理事长 不是 大家好 我时间有限 因为前面时间也不累 结果会很难 好不好 好 大家不要听 左部学长乱讲话 这是我们运动的 严实的例子 就是大家可以看我 因为也销售了 我少知道 创业也不是很好做的 所以 就是 我们还在很努力的节目 好 那 平常老实说 我的分享 就是沒有兩個小時 我是講過網上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這個意猶未盡 就是可以google一下 網路其實有非常多的訊息 那之後也都會陸續續 我們公司每一年最愛做的事情 就是擺台跟分享會 所以之後陸續續有很多機會 就是請拿出手機按線路訪的 可是很讚 隨時就可以掌握我們的這個訊息 好那在開始之前 很快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就是我是線路訪的共創辦人 但我現在又在主持一個導播節目 在教育廣播電台 知道創新展幾遍 那我之前也有另外一個創業的經驗 叫17勝負 它是一個社會企業跟公益組織的 整合型的電視商務平台 那那個平台在三年前就結束營業了 那這個故事都太久了 所以今天沒有辦法講 所以如果有興趣一樣google可以看得到 好那線路訪當初到底為什麼會創業 其實最初始的原因 還是因為那時候發生了食安事件 那十二事件是開始 那我們去想 到底在先來的這個產業 因為那時候做的量多 跟苗胎苗苗退相關的這個訊息 我們去思考 就是到底在這個產業當中 苗胎苗退到底是懲罰到的誰 是苗胎苗還是品牌還是交通廠 那我那時候就想了非常多這樣的問題 那仔細一眼就才發現 原來這個問題到最後最大的燒壞人氣是苗胎苗本身 那開始去研究以後才發現 原來台灣的先來產業的問題 不是只有苗胎苗退這個問題 不是只有大廠跟小農合作這個問題 還有其他非常非常多的狀況 那分別有螢幕上的這五項 那我大概也跟大家很快的說明一下 第一個在台灣的消費者 是不是有辦法分辨出來產品種類到底是什麼 最常的狀況就是你到超市 會發現寫著牛奶跟牛乳 那你不知道它的來源 跟不知道它的成分 那你轉貨背後 它可能現在也很難貨並轉貨 你完全不知道它是什麼樣的產品 它是寫常溫保存 但它可能放在人常會裡面 所以這是第一個現在消費者面對的問題 就是你不知道產品種類 鮮奶高熊乳 淘味乳 牛奶牛乳 你完全分辨不出來 連它的來源是從來的 你也分辨不出來 那第二個狀況是台灣的落農 這25年來當中 每一年大概都有20位到30位的落農 一個產業 其實這個問題有兩個 第一個問題是來自於原物料的成分 是不大的提高 但落農的收穫下是沒有妥善的提高 這25年來當中 落農的收穫下要一直 僅僅提高22% 那在這個原物料的部分 大概可以考到125% 那另外一個其實還有一個狀況 就是落農每天的工時都非常非常長 早上4月到晚上7點 基本上就是他們工作的時間 因為牛一天要擠養子啦 那它也不會因為要過年 或者是要過章路節 這個要去吃粽子 所以就不期待 沒有這種狀況 所以非常多的落農 它二三十年是沒有辦法離開這個產業 那更嚴重就是像有缺工問題 所以在工時廠又沒有辦法拿到 合力的利均的狀況之下 就很多的落農 它就選擇離開了這個產業 所以這二十年來當中 台灣從1200個夢廠 到現在大概到史達爾是個夢廠 那另外一個狀況就是 在台灣的牛獸醫師的數字是非常非常少 其實大家都已經覺得很奇怪 每次講到這個就是說 明明外面的路上就很多獸醫者說的 那為什麼會沒有那麼多獸醫 這個其實事情非常簡單就是 第一個因為大家最多都選擇當狗毛 所以學校教也會叫狗毛 它不會教大動物這一塊相關 所以學校只要叫狗毛 所以不會教典毛 比較少啦 相對比較少 比例上比較少 那它大概會有兩個層面 第一個是因為你在學校教的數量比較少 然後最後你其實必須要到牧場裡面去實習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就會形成一個比較高的這個牧牛獸醫 跟大動物獸醫師的進入門檻的部分 所以這也是相當相當嚴重的問題 那現在在目前在日本的獸醫師 跟牧牛這個比例大概是一比一千筒 那在台灣的這個獸醫師的比例大概是一比一千 五千筒到六千筒左右 那那個時候我們看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就跟我們的共創辦人阿嘎 就在討論就是 如果我們自己有一點點能力的話 我們有辦法挑出來 在沒有框架的狀況之下 來重新為這個產業做些事情 然後想辦法去定義一些新型態的銷售模式 OK 那我們想的概念其實很簡單 就是因為它的身份是收藝師 所以平常都在牧場跟這個牧場的主人 這個做互動是非常非常深的 所以第一個我們希望收藝可以在現場跟洛農做收藏自主的管理 然後我們對洛農的收購價是以公體交易的方式來做收購 那希望送到消費者手上的每一罐鮮奶都是沒有成分添加高層 而且是單一牧場入園 你完全可以知道他們的原因是什麼 那因為我們是一個初始是非常沒有經費的團隊 所以我們成立的方式也非常特別 我們是透過兩次的群眾牧場成立 第一次是在5B的牧場頂潢幕後608網 那時候總共有49904張訂單 那這49904張訂單其實對我們跟業績相關 當然是我們是很開心 但真正最重要的是 其實生產一次牛奶大概要2000罐 它是一個最低生產量 沒有辦法達到這2000罐是沒有把它生產的 所以在前面這49904張訂單就讓我們在三個月的時間 每一次都可以達到最低的這個生產量 所以有了牧資我們到最後有了錢 然後也才開始可以符合最低生產量這個狀況 那第二次牧資又更有趣了 我們跟內容生設計師合作 突破了原本牛奶的這種設計的這種狀態 就是大家的牛奶大部分都是草地 現在大家手上拿了鮮奶也是很文心 就是我們找了內容生設計師合作 第二次牧資的難度又更高 因為第二次我們這種小貫賞的 每一批生產量都要1萬塊 所以我們又找了非常多的消費者 開始做群眾集資 那13萬塊也讓我們大概在三個月的時間 有辦法一次都達到最低生產量 進而就要有機會去跟全家一起談 這個上架這個文言 所以很多的這個消費者跟媒體的朋友都會說 這是一貫因為群眾力量而生的現代 因為如果當初沒有這群群眾的知識 跟這個這個對我們的關注 其實這塊還是沒有辦法活下來到今天 那我們現在完整的模式 我大概也很快跟大家開始說明 是不是 現在如果在中間扮演一個平台 那我們在牧場跟洛東做的是雙向製作的管理 用公平交易的收購價來做收購 大概是高於市場10到15%的收購價 那我們會找優良和耳代工廠來做生產 那最後我們會透過多元的通路來賣給消費者 那我們在中間就扮演一個平台的角色 我們獲得盈語以後 我們會再提出我們的盡利 一個%一個比例 沉淀兩筆基金 一筆是公益的循環基金 一筆是受益式的復異基金 那基金的詳細內容在做什麼 等一下在簡報的時候跟大家提 那我們銷售的模式也很特別 因為是一貫因為群眾力量而生的現代 所以我們的銷售模式有分四大循環 那首先在官網跟電商的部分 我們的站幣大概是目前在1A的7% 那左下角的這個連鎖通路的部分 我們大概現在目前的站大概35到40% 那最特別是我們有一群非典型的通路 是我們最主要的銷售板 大概在50到55% 它分別像是補習班、健身房、藥局、玩具店、地瓜等數據 你原本想得到外線來的地方 就是我們最主要的通路 那這一群人其實很多 它的背景就是當初我們群眾物資支持我們那群人 因為冷藏物流是一件非常非常貴的成分 所以當初我們的概念是 你將來飛槍借我 你幫我打夠10萬 我送你一罐 有點類似這樣的概念 那最後就慢慢的也變成非典型通路 然後我們到最後才發現這些通路 其實對我們的價值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為它可以花時間幫你說服消費者說 這罐牛奶背後的價值是 那另外一個我們其實也帶來了價值給它 因為原本你是沒有理由 每個禮拜都到那個店裡面去買東西 但現在鮮奶賦予了一個非常非常好的理由 就有點像是喘OK這樣的概念 所以非典型通路其實是我們現在目前最主要的銷售管道 好那在鮮奶這個挑選的部分 其實我們也對自己的品質做非常嚴格的篩選 那因為我們現在在南部有一個辦公室 它是現在目前台灣唯一一間 你在路上可以看到的大道路的這個壽意的整個所 那我們就做了一些很完整的這個篩選 跟這個牧場的這個控管模式 那在鮮奶的等級目前我們合作的牧場 在台灣目前的普遍的狀況大概是會落在B級到C級 大概落在70%左右 那A級到特A級大概就僅僅大概這個30% 所以你要再到特A級這個區間其實是更難的 那目前我們合作的牧場都維持在特A級這樣的狀況 這個數值它的特別標準是你乳牛在急耐的時候 牛的乳房越健康 它會撥墓這個細胞的數字會越少 所以是類似這樣的概念 那在乳蛋白跟乳脂肪的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也是高於一般業界的水準 那乳蛋白的部分是平常大概市面上大概落在2.8到3左右 那我們現在目前大概常態維持在3.2 那乳脂肪的部分現在台灣的平均大概是3.2到3 我們大概是維持4到4.1 所以今天有非常多的女性這個學姐來 就是千萬以後就是少喝這個 就是盡量可以喝就喝全池 因為乳牛的這個營養就來自於它這個翅膀的這個含量 它住的越好吃的越好 它其實乳脂肪的含量是會越高的 那很常大家都會去日本 我都會看到那個品裝上面寫3.6 3.8 好像對比很高對不對 所以現在你再台灣直接可以扣到跟日本一模一樣品質的現在 那我們在製造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在中間是完全不做成分的添加跟調整 所以我們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單一乳源製成這個部分 我們每一天一台乳車出去就是收一個牧場 進去產線就是只做一個牧場 我們甚至在做先來之前會先用佐量的這個生乳去洗產線 為了不要讓我們的這條乳源產線跟商品好做交叉的這個汙染 所以老實說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也是我們目前維持成本最高最高的油環節 所以很多人會說先訪牛奶為什麼那麼貴 是因為你的行銷費很高嗎 而且不是 最主要是來自於這個單一生產乳源這個部分 還有公平交易的部分 那這件事情其實就對我們自己在生產的這個技術的控制上面就非常非常重要 大家去仔細回想一件事情 就是一般現在在大廠收購現代它不是只收購一個 它會收購一百個 六十個 五十個 但全部的乳混在一起的時候 你會讓它一年四季的味道是有不適的 讓消費者對於品牌是有印象的 它一定會做一個標準號 OK 那我們現在是不做標準號 因為只做殺菌 所以因為只做殺菌的這個動作 所以我們一定要在前端 在印象端 我們就直接先控制好品質 所以為什麼一般的品牌 它可能是一百個牧場 兩個或三個輔導員 但我們現在是四個牧場 要六個輔導員加受儀式 就是這樣的原因 就是我們希望從前端來控管這個後端這個部分 那我也非常的榮幸就是在今年獲得了這個 企業社會責任獎 是第一屆的 然後我們就拿到 然後也通過了這個B型企業 那另外我覺得更覺得驕傲的這個輸容 是我們是亞洲第一款 獲得三星五天家認證的這個 鮮奶的這個品牌 那這個認證其實非常非常難拿到 因為你在加工的過程當中 你是沒有辦法做任何整個 鮮奶的調整 所以我們也拿到這個三星五天家認證 好 那在我們的同路里托 其實鮮奶的市場 跟在實在事件爆發那幾年的時候 其實已經非常不一樣 現在大家進去全點的時候 你會發現以前是四個點牌 但現在有十幾個點牌 那原因其實很簡單 因為在有越來越多小 跟越來越多獨立點牌出現以後 其實消費者的選擇變多了 洛蒙的選擇也變多了 他會願意跳去其他的點牌來做嘗試 或自己成立點牌來做嘗試 所以以前的收購價是不會調整的 但在這三年當中 這個大廠跟洛蒙的收購價大概又提高了10% 所以因為選擇多了 所以收購價也更有所提升了 那更重要的是因為我們做了非常多 跟女能受醫師相關賦育的這個工作 所以越來越多的大廠 他們會主動找我們說 有沒有機會未來賦育出來的收醫師 我們可以一起來做做這個部分 那我也一直在想 我們下一步到底要做什麼 那隨著我們越來越發展越穩固 現在有1600個通路在銷售我們的產品 下一步我們也在想 是不是鮮乳房可以未來變成鮮魚房 鮮肉房 鮮菜房 甚至鮮花房 就是只要是台灣跟農畜產業有相關的問題 我們都去找專家學者 把它仔細研究以後 找到一個最適當的理解 然後我們來想辦法把它融合變大 那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現在也把我們自己的藏儲跟物流的體系 就是公開來給更多的小農 跟更多的社會企業來做使用 所以這也是我們未來再計劃 可能會發展的這個區塊 那回到我們工藝層面的這個部分來說 就是老實說這件事情是 我們DNA裡面就已經注定了 就是我們剛初創辦的時候 就期待可以改變 這個產業裡面的這個收醫師的這個收入 所以我們現在做了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我們在全台灣的無所的收醫師學校 就公道的是 只要你暑假跟寒假想到任常去實習 那我們會帶著你去 那所有的實益助寫的費用 因為你的薪資就直接有先入房子負擔 因為你一定要到學生先到的牧場 開始能夠了解 在牧場裡面真正的時機 會發生的狀況是怎麼樣 也才有辦法跟索學來做學運資料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一畢業通常他們要再有兩年的這個時期時間 那這兩年的時期時間大概也需要花 100萬左右的費用 那現在這個費用 目前也是由我們公司來支付 所以我們現在在盡力的這個部分 我們就提過一筆基金 是專門來做 鼓牛收醫師的這個部分 所以經過了三年半的創業 其實我們現在在 台灣的這個鼓牛收醫師的人 原本大概20出口會 現在又提高了3個 所以我們就很開心說 我們的這個收醫師的這個 暫力已經超過10% 就是很常自己在開玩笑 那現在目前 每一個暑假跟寒假 我們大概都會每個15到20個學生 直接到產地裡面去試騎 那甚至在上一個寒假的時候 也有一個學生是從歐洲過來 來台灣取經的 那我們也是直接帶他們到牧場裡面去了解 那另外在賺農的收購價部分 因為我們比市場高都10到15% 那以前賺農的收購價不夠高 所以他很難去更清他自己 牧場裡面的設備 那因為這三年來 他們的公平交易的這個收購 總共已經超過13840萬 所以大概每一個平均牧場 大概都會獲得350到400萬左右 他們就有更多的經費 也可以去修善他們自己的蓄設 更新他們自己的設備 那這件事情我們覺得也很開心 因為若是養得越好 他只會更想要更精進 他很多若他都把這些錢 資金優先用在自己這個設備的田口 跟改變的上面 那像我最特別就是右下小 他這個乳牛的這個體感裝置 就是牛每邊走幾步 什麼時候坐著握著 他的身體的素質跟狀況怎麼樣 是不是發行 甚至他是不是被排擠 都可以從這個手錶裡面去看到 所以每天如果我們只要打開這個電腦 就可以完整的掌握 乳牛的這個真正的狀況 那其實這個設備其實原本在台灣 並不是非常非常的投機 所以若我們更好的利率以後 他也可以把全上的乳牛都安裝 類似這樣的體感裝置 那另外一塊這個公益循環的基金的部分 我們其實也非常非常的在意 第一個是我們現在長期認養四個育幼院 那這四個育幼院 是我們每個代步 另外提供先來給他們扣的 那除了長期以外 還有一些單點式的 大概三點下來 從超過發現的版式 那也做了一些配銷球隊的支持 那跟育幼院的概念是一樣的 那我們在社會時間發生的時候 例如說台南大地震 或發現城高的快點大地震的時候 我們就發起 全台灣你只要捐血 你不用給我看照片 你只要填個表單 我們就送兩塊錢來給我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在發生這種 大規模的這種社會事件的時候 可以用我們自己的腳步去貢獻一點心理 那我們在母親節的時候 提供了三千條的母親節代表 就是滿一送一 就是大家如果認購一條 另外一條我就送給開心的 那除此之外在上面沒有寫到的 就是現在在新北市有發這個早餐卷 就是每一個入市的小朋友 他會有三十三元的早餐卷 那如果到便電操場想要喝鮮奶的時候 他是不足夠買鮮奶的 所以我們就直接開放 就是我們幫你加這7塊 這7塊就直接由我們吸收 所以現在目前在全新北市 每一天有一千個學生 會因為我們幫他加7塊錢 這件事情可以獲得一段鮮奶 可以拿來直接做運用 那我們也預計在下個月 會再跟我們的消費者通告 就是我們育幼院支持的數字 就是預計要從事件直接提升到14件左右 那這大概是我們在社會公益回饋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在環境永續的部分 其實也做了蠻多的努力 我們自己跟這個政大社會學研究所 也去合作 就計算出我們的鮮奶 是比一般的入場的資料管理能力更好一點 所以我們的這個 這個碳排放量也真的會比較低一點 那我們在包材的選用上面 也都用全回收的這個材質 甚至我們最近開始有一些很瘋狂的想法 就是我們在研發 預計可能兩三年內 我們要把我們的塑膠品 全面淘汰成 丟到圖裡可以分裂掉這種塑膠品 那這也是我們自己在發想的一個目標 和這個概念 我剛剛要分享的尾聲 就是跟大家分享的那麼多 其實並不是要跟大家說 我們是一個社會系列做得很好 並不是這樣 而是我很常在思考 就是到底去怎麼定義 哪一個公司是社會系列還是不是社會系列 那特別這個議題是在近幾年來 最常被大家拿出來講 因為最近應該政委也知道 就是我們要利專法 就是有些這樣的過程 那很多人就會說 會不會利益這個法法 被很多的既得利益者 就是爭脫貼資源 那我就覺得很常去思考 就是如果每一個企業 他在採購的這個過程 他都可以有一些社會價值 他在茶水間 可以運用工品家裡的搭配 他甚至任用的時候 他可以用二部就位的婦女 或者是一些產商弱勢的小朋友 那是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稱為是社會企業 你就不需要去正面到底 你是或不是 所以真正的社會大統 應該是每個企業 他都應該要是社會企業 那才是最好最好 也是我心裡面最期待的一個狀況 好 那最後一句話 也想要送給所有 今天來聽分享的訊息 就是 我們其實平常每一天做的 每一個決定 或我們做的每一筆消費 都是在為我們自己想要支撐的理念 跟為我們自己想要支撐的世界 再投下一票 好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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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謝謝政委 今天謝謝政委 他是今天起早來 而且陪著我們做整個下午 所以他也是非典籍的官員了 那所有的企業 我們大家在創造的一件事情 也是非典籍的企業 那大家覺得 我自己個人覺得 我非典籍的做CSR 雖然是不小心的 但是 我覺得 當你的工作 你可以都覺得 很有意義的時候 你在做你的品牌 你的價值 是在做對大家都好的事情的時候 裡面是不是都很快 有人在做一件 對世界 對大家的有貢獻的事情 那今天 待會兒也想一下 我們可以 或想問大家什麼問題 那當然最後 我們會邀請我們的大師 即的余老師 幫我們做總結 可以請幾位 文明先上台 各位 余老師 直接先上台 我們直接總結 我們先 我們先 我好像以為 繞好 我們來 我們下回 多遠不替同學的演講 大家有什麼問題 要先自己出來 來問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要問 我們可以先問一下 學長 你說你 賠了很多錢 是真的假的 應該七千個科目 要賺錢了吧 我們會今天跟大家 聊一聊說 其實我們從學長演講 已經非常有非常多 不然可以思考 非常多的創新 雖然他說他自己 其實也沒有創新 可是每一個環節 都是創新 那在這所有的資源 一頁結合裡面 到底能不能創造 這個市場 能夠活下去的本質嗎 活上好多還有一定的學長 自己出去兇了社會企業之後 活不下去了 這點可真的不能解決了嗎 我是先生 歡迎各位去 歡迎各位去 聽到 誰對女兒這麼尖銳的問題 我很樂意面對 我們的確現在 會錢 但是我們的旅遊獲利 我們很簡單一個概念 用旅遊獲利 來迷徒接送的規則 用接送來拓展旅遊的人口 就這樣改成 到現在對各位見面 那只是我們有一個做法 其實我的 我的很多的同事都不在認同 那我也希望多的分享一下 因為我最近才跟同事吵架 你看我都不動自爆 也就是說 任何服務都是金字塔型的 那多服務的確在過去 過去的最近的兩三年內 被貼了一個標籤 那有很多人直接指我鼻子說 JEN是不是放棄初衷 現在專門做金字塔 尖端的你只做賺錢的事了 那因為他們不瞭解 我們其實接送從來沒有讀過 而且越做越好 那其實我想讓大家明白就是 我有點看清 我們現在這個產業的一個特性 所以多服在做的事情 幾乎都是被人家罵 說你華眾取寵 原因只有一個 就是台灣的老話太快了 各位真的快到我自己都嚇一跳 以我們自己人而言 就我創業之後 沒有服務到我外婆婆 多久他就走了 就是我非常切認通 所以到底多服務要做 要賺到多少錢 才能夠到台灣最需要老人服務的 雲林跟嘉義去設定 就每一位投資夥伴或董事 都在跟我講 你能不能慢一點慢一點 不要那麼快 先這樣再說 可是轉眼講 到底要賺多少錢 我們才能夠到最需要交通服務的 或者花蓮跟台東 去把這個武藥服務做完 那我覺得我們在我個人的形式做出去了一個概念 就是你不可能 因為大家是不是有想像力的 如果有想像力的話 這個行業早就惹不到我做了 結果這個產業太硬了 所以它不可能有一星、二星、三星 慢慢長到五星 所以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我要做就直接做一個五星或六星的服務 然後大家看到有一個不要命的笨蛋在前面衝 慢慢才可能有二星、三星、四星的人願意出來做 這是一個很自以為實的事 我必須自己講盡的 可是我有點想通了 所以我會堅持這樣做 要不然大家看到多服務要慢慢做 不可能有人有想像力出來的 所以這是我們的一個為自己說法 為自己做法的說明 也希望各位前輩可以掩討一下 我想請問一下 我覺得社會企業的產生 其實對於很多消費者 產生的一個非常正面的力量 那我想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這些社會企業在這個社會 他想要茁壯 現在目前遇到最大的阻力 到底是什麼 就是有這麼好的理念 這麼好的商品 為什麼推動你自己困難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用到現場兩位 佐夫還有郭佑 其實都是政大的學長 所以我也很好奇說 為什麼在政大戰的環境 我們不能把理論跟實際做結合 比方說我們剛剛講 有無在愛空間 現場這邊也有無在愛空間 所有的 把學校造成一個非常好的實驗場所 然後讓所有這些東西 可以發生在在場所的這些企業 或是主管的生活當中 那我覺得這部分也會是一個非常好的 法理論跟實際的結合 謝謝 謝謝 我覺得如果你有幫你摳桌少掌 還是邱子儀長來一下 那誰要來回答 那第一位不然我們請 哲又有想先幫我們談一下 因為第一個 剛剛佔用了很多時間 請靜姐 那是不是也可以先針對第一個問題 幫學姐回答一下 我自己在看我覺得 我先政委在這邊 但這樣我就直說 就是 我自己認為其實各個促事在整合資源上面 沒有做到非常好的整合 那當然政委上任以後 我覺得這一次有非常大的挑戰 這是第一塊 那第二塊是我覺得 大家對於社會企業這個字 太常把它跟CSR或公益 這種各種東西混在一起 那其實它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大家對於社會企業的認知不夠 然後就很常把社會企業當作是在做公益 那最後就變賣可憐 但實質上 社會企業不是在賣可憐 它必須要兼顧獲利 也要兼顧回饋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更認識社會企業 這個理念也更普及 我覺得願意投入到這個產業的人也更多 那我特別是在今年跟去年 我就有看到一件事情 是我自己也覺得很興奮 就是我發覺現在投入社會企業的年輕人 比當初我開始做的時候也在更多 而且大家是就是有點那種 反正最差就是這樣 就是不衝一發 就是怎麼可以這種類似這樣的概念 所以這件事情也是我看到 我覺得蠻有改變的一個部分 請問第二個問題 希望誰答 現場老師就是這個問題 老師或是這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剛剛這個講得很好 所以第一個問題 我想我就補充一句吧 就是說我們現在在不管是新戰銀行 跟大胖原景工程 或其他相關的調查 我們都發現說 對社企的認同度非常高 那就是接近八成 五個人有四個人都覺得很認同 認知度就是不到兩成 我朋友有四個人不知道 就是你如果你要他講出一家社會企業 然後他的營運模式 跟他的公益使命是什麼 那就五個人有四個人講不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狀況 它叫不明決議 就是說我不知道的人我覺得很厲害這樣 可是這個對於社會企業 就是就像我們說永續發展目標 這個是你認識之後 但是你還是實際著手做 實際跟他建立關係的時候 你十七個還是要挑一個 他不是你可以很憑空去做的事情 他還是有一個專門 就是你現在想要解決什麼水資源的問題 或者是公平貿易的問題 或什麼問題 他只會給位 但是進去之後 你還是要明確地認知到他的價值在哪裡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認知度的提高 我覺得是我們這個階段最大的一個挑戰 就是說 不是只是停在一個覺得他好棒棒 就是我想超過八成的覺得好不好棒 我們再努力也有限了 但是 只只有不到兩成的人講得出具體的社會企業 這件事情是我們 真的是在價值培育上是非常需要去關注的 那在無障礙空間上面 其實我們建言所其實已經做出一個很完整的 就是說下一次要翻修或者是要做任何新的建築的時候 還要用什麼樣子的方式 但是我想這裡面還是有一個就是 我們以前的政府制定這些東西的時候 都是以克責的這個概念 就是說我克以做事情的責任 然後當然政府自己克以自己這個制定法規的責任 但我們現在比較 accountability這個概念 我們比較把它想成就是當責 就是說那個實際在做的人 他能不能夠用參與式的方法 讓實際的利害關係人直接進來去做設計 讓利害關係人也可以問責 就是說 我現在如果我是輪移族 那我是不是只是他蓋好的再來用 而是他在蓋之前就可以imove我 然後我去當作這個 現在叫universal design 就是通用式設計師 那等於說這個空間一開始的規劃 就已經是我們的利害相關者來參與 那他可以去問責 然後建這個的建物的人可以當責 那政府當然還是有克責的這個角色 可是不是什麼東西都政府做 因為什麼東西都政府做的一個問題就會是 到最後都蓋好了 可是很多時候就是你轉90多萬 是轉不過去 這個是上一波很常見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現在當然也有很多社會企業 正在努力這個部分 像我們崇尾老師等等 所以我意思是說 我們還是會需要第二第三部門 自己去用問責跟當責的方法 把它結合起來 這樣的話下一次再問說 為什麼這個地方沒有問題 我剛才是這時候 下一個不是說 那我們就去找建研所 或者我們就去找內政部 零件署 而是下一個就是 那我們就去旁邊找 有沒有我們universal design 有這個親身經歷的人 來幫我們做規劃 如果能夠做到這一步的話 那我覺得政府的這個力量資源 就可以整合到比較需要的這個平台的建築上 而不是在一個一個個案上 而像每個都要我們去定一樣 大概是這樣 因為像這個郭佑 他是叫折佑 但是他自己都自己講是郭佑 把中間那個字都吃掉 就是左夫跟郭佑的那個 其實我每次聽他們的節目 都會從頭把他拍到尾 那主要原因是什麼 其實他們這些年來走的路 其實也是非常的均勢 一路上又是要發揮那種 踩不遠的章馬 所以從那個左夫以前 早期的那個情報一直到現在 其實有很多的那個努力 在這個背後 其實是不斷的一直推出 那個創新的這些做法 那其實各位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這些創業家想要在這個 這麼好的這個公益裡面 社會使命背後想要 以眾不同的這個方式 去提供這個服務 因為我做郭佑 也遵遇了很多國際上面 對環保性產品的消費的這種調查 其實當大家都已經看到這個問題 這麼嚴重 然後你去問大家說 如果有一個很好的環保的產品 你願不願意去支持 然後九成以上都說願意 就是說如果現在呢 有這個好的產品 是你需要的 那你願意不去購買 那也都是說願意 可是當你到那個店裡面 一打開發現一個是十塊 一個是一百塊 然後你馬上就會覺得 現在的消費者還是選擇了十塊 這樣 所以目前的通路 大家就會認為是說 消費者要的是什麼 那就是low price 可是我們明明心裡大家都知道 我們要的是什麼 是要有活路 所以最近我也有一個 很掙扎的一個狀況 就是最近的鳳梨不是便宜到不行 然後高雄在這一個火 這個彌火山附近 就有一群年輕人 他們也帶了一群農友 就是用很比較自然農法 用雞的方式種出來的鳳梨 它的鳳梨每一顆大小都不一樣 不像你在市面上看到的 都很肥美然後長的大小都一樣 那你就知道這兩種的自然種植的方法 一定是不一樣 然後年輕人就做了一個這個 然後就發給 好像EMBA都有收到 只要有收我課 我們叫LINE會有收到 但是我相信會去買的 應該是雞少 因為很多人都會想 鳳梨現在這麼便宜 你這麼貴 這種是基本消費上面的一個心態 所以我覺得有些時候就是說 為什麼說這麼好的東西 然後會沒有辦法得到這麼多的支持 我覺得這個是過去一直走到現在 這個在消費意識上面 從真正從意識可以變成行動 這個部分是大家必須 應該有很多可以討論的空間 如何去multivate 讓那個action是可以真正 口袋裡面願意去選擇這樣的產品 第二個我覺得很大的問題是 可能會真正認識佐夫的多福 真的是少著又少 所以如何在這個marketing上面 是有機會可以讓虛跟共 可以在資訊可以對接的上的 這樣的一個環境 那難道是找一個大集團 把佐夫的多福買下來 然後去砸錢做marketing 一下子就一夕之間 大家就知道 還是說把這個先入法買下來 然後就買電視頻道 馬上隔天就是供不應求就變這樣 然後最後呢可能又被大財團了 所以到底在這個資訊供應上 這個branding跟marketing 如何讓更多人知道 那你像這個多福的這個 就是剛剛前面講的 它是孕 小 老 輪這樣子的對象 那其實像我家在花蓮 那的確是有這個需求 可是目前在地理範圍上面 可能就還沒有辦法能夠集到 所以這個是機身蛋誕生機的一個困境 不過我覺得初期在這個議題上面 這個資訊對稱的這個狀況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其實剛剛在先入訪的那個 所有的簡報裡面 有一個很關鍵 就是反正你如果不看它的社會使命 你應該就是看它的那個什麼 你們那個叫細菌體還是什麼 體細胞啦 就是其實那個牛奶好喝不好喝 其實就在那個體細胞的關鍵 所以為什麼它講單一木場 單一木場到底有什麼好 為什麼要獸醫來照顧到底有什麼好 其實它就是讓那個牛奶裡面 那個體細胞是在所有的這麼多的 牛奶裡面它是最少的 只要健康的牛才會有健康的牛奶 然後這個體細胞就是一個關鍵 那口感有的人跟你加什麼甜一點 那個都是可以人造的 可是裡面的體細胞絕對是不能 其實這個是它由獸醫來幫大家把關 而是單一木場不混的這個牛奶的關鍵 如果讓一般的消費者媽媽們知道 小孩子要喝老人家要喝 要喝好的牛奶就是要喝這種 所以這個也是branding 跟marketing上面 如何能夠讓大家知道這樣的一個意願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可能是 就是通路 maybe可以協助做一點更好的marketing 當別人不這麼做的時候 家樂福可能來做一下 也許就會在這個協助這個市場的品牌上面 就會有一眾不同的一個效果吧 這個是我的重點前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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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其他問題 如果想我們現在時間比較緊迫 如果有在這區兩個問題就好 請收 請收臺 我議員好 老師好 各位各位民主好 那因為你們剛好在旅行政府 所以我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所謂公部門的問題 一個是可能要請總理老師這邊回答 那第一個工部門的問題就是說 其實在社會企業或是一些所謂的長照的部分 在油業來說常常都會遇到一些瓶頸 那我是想問這個委員這邊就是說 所謂的政府在這邊所謂的橫向整合這個部分 比方說這個交通部比如說有輪椅的這個殘障的人士 或是有輪椅的這個朋友們想要出國 可能就會在航空業這邊會有一個瓶頸存在 這個可能政府整合這邊的一些做法 那另外就是說司部門的部分 可能想要問老師這邊的就是說 因為蠻有感受的啦 然後有講到我覺得就是說您怎麼去說服 就是因為您自己也有提到就是說 每個人一天有時隔 那這些長輩怎麼能被您說服出去 到指揮的青湯上高原 可能他飛機就用完時隔了 對那後面怎麼辦 這是一個 以及就是因為我們會知道就是說 其實尤其在做旅遊業 其實是多少會有一點風險 就是旅客的部分 那如果是所謂的 不管是孕婦嬰兒 或是輪椅等等的 那其他的風險是相對的增加 就是這個部分您怎麼去說服這些所謂的旅客 或是您這邊怎麼控管的 謝謝 所以您第一問題請請教政委了 你知道我在為年政府部門 就要恆向聯繫 提供後聯繫 太難了 像政委可能有兩萬塊可以辦到嗎 沒有 不是不可能 其實我們就把庭政院三十二個部分 你就想請三十一個NPO 然後每個都有自己的使命 然後每個都有年度的使命 但是這是三十一個完全不同的NPO 然後都是也要做社會溝通 然後也是要花錢的 那當然除了方案銀行 它是要賺錢的 所以不算NPO 但是其他的三十一個都是各自的NPO 所以就像我們在NPO界 你怎麼樣把使命那麼不同的NPO 想辦法把他們借在一起 就是山頭怎麼做成山脈 這個是本來就是一個有挑戰性的事 不過我入閣其實 因為我沒有主管的特定部門 所以我的功能一向就是 在這些中間去加一個平台 所以我分享一下一些做法 我主要是三個平台 一個就是透過大家的連署案 那五千個人連署 那其實是在法律上說 恆春的連署說 我們要直升機黑鷹住在我們這邊 當作救護車來用 因為他們離大醫院的距離太遠了 那但是這個黑鷹直升機 就是我們沒有多的 所以內政部就說是應該是 我衛浮順應該是 可能國防部門說 應該是國發會 對 我們那個平台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 當A說B說CC說D 應該是主責的時候 大家都是主責一個都跑不掉 所以我們就二十七個人都跑去洪春 然後就跟他們各地的禮館 那一切開了 可能五個小時的會 那一切都是直播的 很公開的 那最後是找出一個最佳階級的路徑 就是在當地吧 真的有醫院化三億 弄得比較大 然後讓當地的人的設備變比較好 然後高雄的醫生可以飛過來訓練 不是吧 病人或是中國病人 飛到北邊真的不太會 對 所以就是反過來這樣子做 其實才是治本治道 那所以我想自己的重點是說 因為部會知道 他們一個都跑不掉 那然後又是一個通過電影的關係 所以如果有學過那個 那個囚犯兩難就是 合理理論的話就會知道說 當你關係變得很長期的時候 大家才會開始願意合作 如果大家每次承判人 對面另外一個承判人 下一次又是另外一個承判人 那這樣你當然在囚犯兩難裡面 你一定不會選擇合作 所以這是一個空間隱藏的規定 那所以另外兩個場域 另外一個就是 所謂的社創的巡迴嘛 那我從去年六月到現在 已經巡迴一整年了 就是每週禮拜二 就是我到行政院的 四個不同的地方 然後去聽 比如說花蓮 或者是瑜伽 或其他地方 當你的想要做社會創新的人 需要政府做什麼樣的支援 那我們就把這些NPO 就是這些部會吧 這些部會它的年度計畫 有哪些可以民間幫忙的 我們就帶一整本過去 那這個就不是一個 好像只是接案子的觀念 而是一個重複的持續的 partnership 的觀念 因為我每兩個月都會回到同一個地方 那大家有什麼沒有解決的事 如果政府造成大家的困難 那我們要立刻去解決去送房 那我兩個月回來之後就一定要處理 如果沒有處理的話 我也不知道會怎麼樣 因為都有處理 所以就是說 對大家來講 就是有這樣巡迴是走動很好 我在那邊的時候 那他們就在空總的社創中心 十二個部會的人都透過視訊的方式 直接去跟這些離開關係的人面對面 虛擬的面對面 因為不太可能從台北就是一定 就是所有的部會都跑到所有地方 那個成本太大 所以我們就是用數位的方式去 我自己去 但是我去的同時 我就是把這些人都虛擬當作備詢 這樣的一個角色 那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他們不會互相推 就是當一個問題他真的解決的時候 旁邊十一個部會都知道 以後這件事情找他 但是不是什麼都找他 而是說以後這件事找他 那他也知道說這件事情 如果需要別的協調 他又可以回去找什麼部會 他們就變成一個類似這個 就是partnership的一個關係 所以好比像說 像最近前 昨天嘛 才有一個好牧人協會 他是用協會的方式 他想要當控股協會 他要設立一家子公司 那這個就協調到了三個不同的部會 那我們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他在巡述會議提出 然後把這三個都去解決掉 那講了這麼多 會讓你稱讚的問題 所以我們第三個平台是 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會 那親姿也是一樣 他是跨部會的 所以他對於無障礙履宿 他有一個非常全盤的一個訴求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可能沒有辦法念全部的 但是網路上都有 就是如果到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會 他是提案號碼是3-5 政府對於無障礙履宿的全盤的這個 盤點跟研究 那包含這個生權法 新建建築物 既有新建築物 無障礙的改善 啟程輔導機制 看檢機制資訊宣導 觀光局的台灣旅宿網的 無障礙履宿資訊要改版 要自動同步 然後要完整性 然後所有這個考核計畫 然後以及各縣市觀光單位追蹤 業者新建築 或改善無障礙的設置的上網登錄 那不只是旅館 之後民宿 或者任何其他部分 大概都會透過這種資料對接的方法 所以我想這裡特別強調就是說 我們不是說 我們又去新建一個系統 去取代旅館的系統 我們是讓本來所有的旅館 都用一個叫開放資料的方式 它去公開出來 讓其他的部位可以去戒接 所以就不會是好像 一個懲罰人 跟另外一個懲罰人 跟另外一個懲罰人 他們一定要認識 而是他分頭把手上的資料 都公開出來 然後在同樣的網站平台上面 去戒接他 所以我們目前是透過 這樣子的方式 去讓大家在 不管是住宿 或者旅遊 觀光等等方面 大家自願提出來的這些資料 當然現在Google上也有一份 但是至少我們在台灣旅遊網 跟其他的政府所面對的網站裡面 大家也都有同一份 所以這個大概是 一個high level的說明 那具體的細節可能就是 請到親自會的網站 我們35的提案 還有他旁邊的一些相關提案 大學校園的無障礙環境 34等等 這個都在上面有具體的 竹字的討論文字 謝謝群長提論 不過我覺得我剛剛真的在想 一方面聽唐鳳政委所有的資訊 我的回答你一定不相信 一定也不滿意 就是我到目前為止第十年 我也希望我未來的二三十年 我都不會改變了 就是我做事真的沒有在管 沒有在管政府 是因為真的我們這個行業 就是以臺灣以法或身上而言 真的是斷埋式的老化 你如果管政府的話 我們老的都看不到 那所以我真的沒有在管 法規或風險 因為你計算的太精細 其實沒有人敢老 所以我先回覆你 就是我真的沒有在管這些 我的客戶要什麼 我真的先做到 所以社會企業 我必須老實說 我平常不會用 但必要時候 我就會跟政府講說 我是生產企業 你開罰單你確定嗎 好的 必要時候我才會拿來講 可是我覺得在旅遊業的專業 我想給你一個建議 不是給你一個建議 我有一個小祕密 這裡一起奉獻給大家 就是鮮湖房的牛奶如果不好喝 它再有社會使命也賣不好 也只有一次消費的機會 它的牛奶好喝 所以多福的接送服務不好 多福的假期不好玩 你再多社會使命 那就是空談 那 旅遊賺旅遊 該賺的錢 但是我剛說 我們目前在推的一個 鴨子滑水的模式是 在五天四夜的旅行 你在Day 1之前 才是多福獲利的部分 那 Day 1之前有太多的準備工作 讓這一家人有信心出發 包含生理跟心理的培養 那Day 1之前的服務 才是多福獲利的方式 旅遊 那就是五天四夜 該賺該賺的錢 如此而已 回來之後 又回到我們獲利的節奏裡面 那細節是什麼 那個時間的部分 好 那我最後 我要回復一個 就是我們為什麼要這樣設計呢 就是政府標案 或者是社會福利 它最大的 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堅持到現在的原因 只有一個 我舉這個最實際的例子 也是請問大家 就是要出去旅遊 哪一塊肌肉最重要 這是我一定要 最喜歡問大家的 如果今天 以政府標案 做銀法旅遊 或什麼的話 大家的答案都會是 膝蓋或大腿肌 大腿肌啊 因為 要走路嘛 要走出去 KPI有達到 我這一個服務的255個老人 KPI達到了 沒有錯 政府的標案 或者是社福團體的服務旅遊 就是這樣 可是我們是收費 我一直在提到 我們都很落地 我們是跟客戶 從口袋裡面 把錢掏出來 到我們熱的 我才發現 我客戶狠狠地打我臉 銀法跟身上旅遊 最重要的肌肉 是咀嚼肌 各位是咀嚼肌 為什麼 如果今天你把我拉到日本去玩 你還給我吃糊糊的東西 你還要自己帶健康食品 那你不要帶我到日本玩 所以如何在Day1之前的三個月 訓練他能夠自己吃 然後我們把他帶出去玩 能夠跟家人一樣的坐下來吃 一樣的東西 這是旅遊很重要的目的 他的歡樂和他的感受 才會在這裡建立 可是這個大家一定可以明白 那他底層的意義是什麼 各位這就是一個尊嚴 就是我跟大家吃一樣的 住一樣的 這個才會讓我們剛剛的期待感定下來 那受益者是誰 照顧著 照顧著才睡得安穩 以上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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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的問題好不好 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四位 因為面對很多越來越多社會企業 不一樣規模的企業開始出現 那很多的企業也想要跟社會企業合作 但是他今天想的是 假設以企業的角度托法 他今天想的是 我今天有多少預算 可以投入在這樣子的 是經營這樣子的議題 那可是可能一家社會企業是沒有辦法 托單這樣子的預算 或是我員工有800個人 但是一家社會企業可能無法服務這麼多人 那很多社會企業就會群聚起來 可能銀法族的相關的議題會一起組隊 來接下一個案子 可是在很多這樣子 這樣子模式的發展當中 就會有很多溝通或是整合的問題 那是想請問就是兩位社會企業創業長 如果說今天遇到了一個機會 但是你必須跟其他社區合作 你們會用怎麼樣的角度跟做法去面對這個機會 然後也想請問這位首相 我剛剛看到這樣子的機會出現的時候 以不管是政府的角度 或者是代理的趨勢 會怎麼樣去更獲成這個趨勢的產生 對 那也想請問黃總 就是對於這樣子的機會 會怎麼樣鼓勵更多的企業 投入這樣子的模式 來成就這樣的合作 是一打四的概念好不好 立哥哥來恩敬和喜 這個題組在我腦裡面其實沒有設定過 所以想一下 然後設計群聚合作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看起來 我覺得在這六七年裡面 並不是很恐怖 老實說 那 那 反而是我們公司自己 因為我自己前面先失敗了一件設計 那所以 反而是現在在目前這個階段的時候 我們是更願意open的去 在需要的時候 找更多的設計群聚合作 那 我隨便舉例例如說 像我們的倉庫裡面 就有六七件 社會企業或公益組織 甚至我們的倉庫跟包括 可能會一起整合 那 我覺得關鍵點是 還是要一個人先跳出來當主導者 那 我自己的看法 我是覺得是有 擁有關鍵資源的那個人 就是在這些事情 裡面關鍵資源的那個人 要出來主導 那這個主導者 他相對的角色就會 蠻重要的 那 嗯 這概念原本上是母雞帶小雞 那我們自己也期待 在我們自己有一點能力的時候 可以撐著那個 母雞的角色 所以我們是非常open 就是如果今天有社企 或是一些小朋友來找我們的時候 就算我們給不上幫忙 我們也都會想辦法 幫他們裡面 去給他們 跟需要認識的人 大概是我自己的開訪 謝謝 當然是要合作 當然是要合作 那那個 這是一個打架的時代 那 像郭佑就很幫忙 那個 各位 比方說啊 各位之外有一家旅行社 叫做 跟著董事長回台灣 那他們有一個被大家記下來的 就是 他們出發前都會吃富行豆漿 那我在想 那如果是我們 那好 我們出發前就喝 鮮乳房 跟他拼了 對不對 富行豆漿算了 鮮乳房 然後 我們送的旅行箱 跟旅行包裡面 幾乎全部都是設計的產品 就是從你的洗髮精 到那個 全套 那 我當然是挑過 我喜歡的 比如說 綠藤生姬 比方說歐萊德 我們不會挑便宜的 也不會挑貴的 就是挑 符合我們企業價值觀的 主要在一起 那我覺得 消費是支持的王道 而不是說 總部算便宜一點啊 你們車那麼貴 像 我覺得這不是 就是 設計彼此之間 我也提醒大家 設計彼此之間 要消費 而且消費就 就是最基本的 所以像 我們 我覺得就是互相支持 那 我講完了 這裏面其實有很多 points 那我只講一個好了 就是 我們 在辦那個名譽一樣的時候 就是 設企個洪會的時候 我們 就是策展的團隊 其實那個 自然團隊本身 就是一個 打群架的概念 因為是 設企個負責主要的 國籍的議程設定 那鞋漢爾去負責很多 logistic的事情 那 以利國際也在 就是 智峰的management 跟這個 會場啊等等 都有 看位的企業 也做了非常多事 那當然還有太雄市政府等等 所以 我不想就是說 你比其是 覺得說 應該要合作 所以就好去合作 不如就是挑一個 像您剛剛講 足夠大的題目 那這個足夠大的題目裡面 那當然有一些 一定要做的事情 那這些事情 我們就用 公開透明的方法 就是 好比像說 我一開始跟市場看的時候 我們的出資格 就是公佈在網路上 所以 所以 鞋漢爾看到 就說 那我們有一些可以做的 然後一個一個這樣子進來 所以 我想我們每年 去辦一個這種 非常大型的 國際的會議 那還有很多這種 大型的活動 其實也是一個 就是他們平常可能 已經很願意比賽合作 可是就沒有那個 opportunity 那我們就是盡量 創造出這種 你必須要 組隊才打的 下個這種東西 然後讓大家 有一個 組隊的一個借口 所以這是一個 政府很明確 可以做的事情 那當然我也非常同意 就是說 當就是 一個 社區它找到它 一個unique的 一個point的時候 跟它接觸的 不一定是CSR部門 很可能是BD部門 剛剛大家聽到的 都是一些BD部門 像烏龜 烏龜現在是個法企業 所以 你們不用 覺得是 一定一定是 被他們怎麼樣 但是就是 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是靠著這個 社區分別 它累積到的 就像剛才 老師有提到說 不管你累積到的 你跟stakeholder的關係 你跟這個 產業本身 你創造出一個 unique selling point 或者是你有 任何別的價值主張 是跟別人對齊的 一個設計 它如果經營得好 它又非常非常多 別人能夠跟它 接觸的這個 touch point 在每一個上面 其實都是可以去組對 剛剛的那個 point 非常好 而且裡面沒有任何一個 是說 覺得設計很棒 所以這個 就可以低價一點 沒有這種事情 就是它的每一個 touch point 只要定義得好 那些都是business development 那個並不是 純粹的CSR 或者是磁勝者 如果是問我這個問題的話 我覺得就是說 因為一般的主流企業 企業之間的 跟彼此的合作 本來就是一個 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如果是社會企業 社會創新企業 它基本上是企業 很多事情是 本來就不可能 獨立可以完成的 所以自己有各自 相關的市場 所以這種 綜效型的這個合作 基本上是 我們非常樂見 不過在社企之間的 這種綜效型的合作 我把它分成兩種 一種是比如說 剛剛總共有提到 它是屬於異業之間的 出發前科 一些如法 裡面會用的 一些喜用 盥洗 相關的用品 所以這個時候社區 我覺得 如果要創造一個更完整的一個風格 或者是社會使命能夠更履行的徹底 我們其實這個綜效之間的異業的社會型企業 恐怕這個創辦人之間的理念 價值觀 做事的方法 一般來講 我們可以特別的觀察到 比如說社會企業的那個 不關心 氣口也好 癖好也好 或者是說個人的這種特質 其實大家在堅守一些社會使命的理念上面 的確那個部分的特質 是比主流的企業會特別強很多 所以在業之間的結合 這種理念的這個謀合 我想恐怕應該會是一個 能不能做得一個很融洽很有彈性 然後可以打下一個集體戰的 這樣一個關鍵 那其實就是說我們特別 剛剛從總副的報告裡面 其實多福的真正落地在做這種相關的服務 其實我相信以我來講 現在比如說我自己家裡有三個老人 都是接近90歲 然後照顧的人都是需要喘息 不管在車上到了能量以及格數用差不多 他不想下去 這些都發生在我們的家庭 所以就是說這些很細膩的需求 是你沒做過你真的就不知道 那你做過以後 所以像主體的這些其實 我們就會覺得說 幾乎就是講到我們現在的長輩 在20年以後就是我們自己 所以其實這個社會就是說 有這樣的一個變化 它相關的這些需求 那要提供這個服務的人 本來就是有一定程度的對價關係 就是你負擔得起 你可以使用這樣的一個level 負擔的不取就是靠政府的這個相關的這個救濟 那如果要集體的去完成這個部分 我認為現在設計發展 今天各位很有興趣聽到兩家 其實他們的簡報系統 從起源起社會使命商業模式 到整個相關的這些背後的妹妹嘎嘎 在說明中要求她 要求她的身體 在說明其實是自己的 這件事 在說明中要求她 你是負擔的